智慧的开端 作者 陶树 第一章 为何我们一定要正确地思想上帝 哦 全能神 你不是哲学家和智者的神 而是先知和信徒们的神 比这一切都好的是 你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我可以这样来表述吗 我们知道的只是名义上的你 而非真实的你 所以我们敬拜的不是你 而是我们自己喜好的 为此请你来启发我们的头脑明白你 这样我们才能完全地爱你 配得赞美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有一件事至关重要 就是当我们思想神的时候 头脑中有着怎样的想法 人类历史上 不曾有谁能超越他们所信奉的宗教 而人类的精神史 也毫无疑问地表明了 没有哪一个宗教思想能强大过神的思想 信仰崇拜的纯洁或污秽 正在于敬拜者对神理解的高超或悲下 正因为此 在教会产生以前 总有一个严肃的问题 就是关于神本身 令人惊讶的是 这并不在于人在特定的时间 所说所行 而在于他内心里确信神是怎样的 我们往往会借助于灵魂的神秘法则来接近我们意念中的神 不管是个体的基督徒还是教会 都是如此 认识一个教会就是看他如何宣讲神 或对神间口不谈 教会选择沉默 有时比他对神的言说更为有利 教会所见证的神迟早为世人所知 那么 你觉得神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可以提取 任何一个人 关于这个问题的完整答案 则可以预测到他将来的属灵情况 如果我们可以准确地知道 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们 是怎么想的 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准确地预示教会的未来 毫无疑问 头脑里最强大的思想 语言里最有利的词汇 都是描述神的 思想和语言是神给满有他形象的受造物的恩赐 这些都和他紧密相连 正向世界存在已先是神的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我们说话是因为神仙说话 在神那里 话语和想法是不可分割的 思想中的神和真实存在的神要尽可能地相符 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信仰所宣称的 与我们对神真实的想法相比 便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对神真实的想法 大概就埋藏于传统的信仰 见解之下 需要智慧和一番功夫 才能将其发掘 只有通过痛苦而经久的自我探寻后 我们才能发现自己到底信仰的是怎样一位神 正确的认识神不仅是系统神学的基础 也是基督徒实际生活的根底 正确的认识神是根基 敬拜是电雨 若根基不稳 电雨坍塌是迟早的事 我相信教义的错误 以及不能应用基督教道德到生活中 追根溯源都是因为对神的认识有缺陷 或者是将神降格 我个人认为 当下即二十世纪中期 基督教对神的观念在走下坡路 严重到完全抹去至高者应有的威严 实际上 这种贬低神性的认识 对信徒们来说不亚于道德上的灾难 尽管我们同时面临属天和属世的诸多问题 但他们都没有认识神来的重要 与神有关的问题至关重要 包括 神是谁 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作为道德的人 我们和神有怎样的关系 一个人若对神有正确的认识 就不会被成千上万个世俗的问题所困扰 因为他能立刻看到这些尘世的问题 不会让他忧心很久 即使这世上的多重负担从他身上泄去 尘世的悲苦凄凉一个个接踵而来 但是他们都不能和永生之重负相比 后者很容易将他压垮 这永生之重负 也就是他对神的义务 包括用所有的心思意念去爱天父 去完全地顺服他 去和他心意地敬拜他 这职责是片刻之间的 又是一生之久的 当他的良知觉察自己 没有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点 并且从儿时起 就因违背天国权威 而复旧日深 内心自我谴责的压力 便沉重地难以背负 福音可以把死气沉沉的心 从摧毁性的重担中拯救出来 给尘土以美丽 给忧伤的灵意赞美之一 但另一方面 除非这人感受到了永生之重负 否则福音对人来说毫无意义 直到人仰望至高者 才意味着没有悲苦重负 对神理解的悲下 则会摧毁所有信守福音的人 所有的最终 人心最倾向的就是拜偶像 这也是神最厌恶的 因为拜偶像实际上是诽谤神 拜偶像的人在自身之外 随即一假设神 以此造出自己喜欢的神来 替代真实的神 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种极大的罪 这个神往往是遵照 拜偶像者的道德境界所造出 他的想法或污秽或纯洁 或残忍或善良 一颗堕落的心造出的神 自然不会和真实的神相似 这是公然严重的侮辱之高神 神在诗篇中对邪恶的人说 你行了这些事 我还闭口不言 你想我恰和你一样 认识主的天使 撒拉福和基禄伯依然 在神面前呼求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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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耶和华 我们要提防 唯恐我们骄傲的心 接受了偶像崇拜错误的概念 认为偶像崇拜只是跪拜 爱慕有形的对象 以为受过教育的 文明人不会受其影响 偶像崇拜的本质 是对神的认识不配的他的名 他发源于心里 可能并没有公开的敬拜行为 保罗写道 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拜塑造的人像 或飞禽走兽的像之后 一系列可耻的行为 便从人心里开始了 偶像崇拜的污水里 喷涌出来的 不仅是对神错误的看法 还有自我崇拜 偶像崇拜者 只是拜自己想象中的偶像 并把他们的偶像 当成真实的神 对神错误的认识 会摧毁其信仰 或者宗教 以色列长期的生涯中 已足够清晰地证明了这点 教会的历史也确认了这点 教会尊崇神是必要的 反之 当教会在各个方面降悲神 教会的敬拜活动 以及教会的道德标准 都会随之下滑 对任何一个教会来说 降悲神就是他下滑的第一步 在教会被人遗忘之前 他所信奉的基本神学观 是出了严重问题的 甚至是腐化的 他轻易地给神是怎样的 这个问题 一个错误的答案 这就是源头 尽管教会名义上 信奉的信条是正统的 但在实践中 教会已经走向歧途 众多的信徒们 开始敬拜非真实的神 这种异端是最危险的 危害也是最致命的 当今基督教会 最沉重的职责 就是净化和提升 对神的认识 直至这种认识配得神的名 也配得教会的名 这在教会所有的祷告 和工作中 都应当居首位 我们做的最大服事 就是接过 从西伯来人和基督徒的 先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 关于对神尊贵的理解 并将它清晰而准确地 传给下一代的信徒们 这比任何科学和艺术 对下一代来说 都更有价值 十八世纪英国的圣诗作者 菲利普·陶德瑞写道 伯特利的神啊 你恩守叫百姓的宝族 艰苦的旅途上 你恩领教列祖的平安 我们的誓言 我们的祈祷 成递在你恩典的宝座前 我们的天赋 是引领后代人生之路的父神 第二章 上帝奇妙难测 主 我们置身于多么为难的境地啊 在你面前 我们最适合沉默 爱点燃了我们的内心 我们却只能沉默不语 可是我们若闭口不出声 那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但若要开口 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请将那人不能知的事 教导于我们 因为人不懂神 但圣灵可以 请在理性解释不通的地方 赐下信心 这样使我们所信的帮助我们思考 而非为了相信而思考 奉耶稣的名 阿门 神是怎样的 孩童 哲学家 宗教学家 都会问这样的问题 本书正致力于回答他 但从一开始 我必须承认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除非承认神不像任何事或物 也就是说 神根本就不像任何事或人 我们可以利用所学知识 作为通向认识神的桥梁 我们的头脑不可能瞬间 就从所熟悉领域纵身一跃 到达完全陌生的领域 仅凭想象 即使最健全最大胆的头脑 也不可能实现从无到有的创造 迷信和神话世界里那些古怪精灵 也非凭空想象而出 其原形乃是来自于陆地 海洋和天空中的常见生物 或将它们的常态加以夸张 或将两种或多种以上的生物结合 创造出新的东西 但无论美丑 总能找到它们的原形 它们总与我们已知的某物相像 在圣经中 受神启示之人在思维和语言上 竭力传达神启示的信息 这些启示本身高于自然界 而受启示人的头脑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因此 作者不得不用许多类似于像这样的词汇 好使神域被理解 当我们遇见未知的东西时 圣灵会帮助在已知物和未知物间搭建联系 并启示我们未知物相似于已知物 但圣灵总是很谨慎它所要陈述的 这样我们不至于拘泥于字面上的理解 比如 当先知以西节看见天门打开 目睹神的形象 他发现语言 以无力描述眼前所见 以西节所见的 和他之前认识的完全不同 所以他求助于语言中的相似性词汇 他这么描述 至于似活物的形象 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 越靠近神的宝座 他的话语就越发不确定 在他们头椅上的穷仓有宝座的形象 仿佛蓝宝石 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 我见从他腰椅上有仿佛光耀的金金 周围都有火的形状 周围也有光辉 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虽然先知以西节的语言有些怪异 但他所传达的并不是真 让人觉得所有的场景都是真实的 尽管非常有别于普通人的经历 因此 以西节为了表达所见 使用了形象 形状 仿佛 好像 仿佛的形状这样的词汇 甚至宝座被写成宝座的形象 至高者坐在上面 尽管像一个人 但又是那样的不确定 使得他只好用仿佛有人的形状来描述 当圣经里写到人是蛮有神的形象的受造物 我们不敢妄自宣称 人完全地受造于神的形象 这样的话就使人成了神的复制品 结果失掉神的独疑性 最终导致否认神的存在 这如同推倒一堵极高的墙 而这高墙就是用来 区分神与非神的存在 认为造物主和受造物是相似的 本质上是在否认神的特性 将其降格为受造物 再具体一点说 这是在否认神的无限性 宇宙中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无限的物质 这也是否认神的权柄 宇宙中不可能有两种完全自由的存在体 因为迟早会在它们之间爆发冲突 这些特性只属仅属独一的神 当我们试图构想神的形象时 我们的头脑借用的原材料 一定是那些非神的存在 因此不论我们假想中的神是怎么样的 它都不是我们假想中的样子 我们构想神的原材料都是受造物 而受造物不是神 如果我们坚持构想神的形象 结果只能是我们用意念创造一个偶像 虽然不是手工制造 然而意念创造的偶像 如同手造的偶像一样冒犯神 15世纪德意志神学家库斯 逢尼古拉斯 人称库萨的尼古拉斯 他曾说 智者晓得你是不可知的 因为除非不可知的被认知 无形地被看见 无法到达的可达到 否则 你便是可知的 尼古拉斯又说 如果有人提出任何理解你的概念 我知道那概念不能完全理解你 因为人世间的任何概念都不能测透你 除非我们在天堂里才可懂你 同样 若任何人试图要讲述你 并希望提供一个方法 借此使全能的你可以被理解 那么这人便离你甚远 因为你绝对高于所有的概念 是任何人都不能矿筑的 我们则往往倾向于将神安放在可控的范围内 我们希望的是在能用到他的地方可以用到他 或者至少知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 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掌控的神 我们都需要一种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来自于知道神是什么样的 在我们所见的宗教图景里 所接触或听说过的最杰出的人那里 所接纳崇高的观念里 都涉及到神的形象 如果现今的人听到这些感觉很奇怪 那恰恰是因为整整半个世纪 我们都在理所当然地去看待神 神的荣耀尚未显明给这一代人 当代基督教的神似乎只略微优于 甚至是低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众生们 因为我们的神似乎很软弱和无助 但至少他们的神拥有权利 如果我们所认识的神不是神本身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怎样去思想他呢 保罗曾说过 如果神像基督教教义所宣称的那样 确实是无法测透 不可靠近的 那么基督徒要怎样满足一颗可慕神的心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 这给人希望的话语经久不衰 我们用尽所有的心智 努力地去思想这位神 可他似乎在躲避 我们该如何承担地 岂知这不可知之神呢 约伯纪里拿马人所法问道 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 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 他的智慧高于天 你还能做什么 深于阴间 你还能知道什么 主耶稣说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 依照约翰福音揭示的 在伟大而神秘的神面前 人类的智力是多么有限 保罗在歌林多前书教导 只有神借着圣灵 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只有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渴望那不可知的 理解那不可解的 品尝那难以接近的 这源自人性中 造物主的形象所求 人类的灵魂 因原罪而受重重污染 走向堕落的深渊 尽管如此 他仍听得到神的呼唤 来到他面前 这是生命的本源 这个过程要怎样才能实现 圣经的答案是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基督里 也借着基督 神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认识神 并非是通过理性 而是通过信心和爱 借着信 我们来到神面前 借着爱我们经历神 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耶稣赎了我们的罪 我们借着信心和爱 才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紧紧抓住耶和华神 耶稣忠实的仆人 十四世纪英国的宗教作家 理查德·罗尔说过 神的确无限伟大 比我们能想象的更伟大 是我们受造物所不能知的 也绝对不可理解的 因他在他里面 但即使是此时此地 只要一颗欣然烧起对神的渴望 就将被永存之光照耀 领受到启示 得到圣灵恩赐的满足 品尝到天堂喜悦的滋味 超越所有可见的事物 被提升到永恒生命的甜蜜中 在心里面 拥有完全的爱 所有的心思意念 所有内心的神秘活动 都被高举到神的爱当中 在细腻的个人经历中 灵魂可以认识神 而神却无限远离理性好奇的眼睛 十九世纪 英国神学家弗雷德里克 威廉姆 法伯尔很好地描述了这种矛盾 理性生活在黑暗之中 而心却见到了光明 法伯尔在他的小书《未识之云》中 发展了这个观点 他说 在靠近神时 探寻者发现神居住在暗中 隐藏在一团未知的云之后 然而他不应该气馁 而应该下定决心 立下志向寻求神 这片云挡在他和神之间 使得他也许永远不可能洞察神 感受神 但神是怜悯的神 如果他坚信追求神的话语 信心则可以使他冲破 疑云到达神的面前 西班牙的圣徒莫林诺 也在教导着同样的信息 在他的属灵引导中 他说 圣手托着灵魂 领他走纯洁的信心之路 神领着他一路向前 使他将一律与理性思考 都抛在身后 神赐给他简单 却难以言传的信心 借着信 这作为心腹的灵魂 热望着他的新郎 主耶稣 并修弃在他爱的翅膀阴下 因为这类的教导 莫林诺被宗教法庭 以异端名义定罪 并判终身监禁 虽然他很快就在监狱中去世了 但是他所教导的真理永存着 在论到基督徒的灵魂时 莫林诺说 让灵魂这么认为吧 这世上最智慧的人 提出的最精炼的概念 也不能交给他什么 因着灵魂的挚爱 耶和华神的美善超越一切智者的知识 让灵魂信服连 所有的受造物都不能教导给他的 关于耶和华的知识吧 他应该带着他对神的爱勇敢前行 将所有他的理解都抛诸脑后 让他爱真实的神 而不是他想象中拼凑的神 神是怎样的 若我们所问的是 神本身是什么样的 那就没有答案 若我们问的是 为使理性得以理解 神如何显明他自己 那么是有答案的 我相信 这答案能令人心满意足 由于神的名是神秘的 他的本质也是难解的 他去尊降碑 在爱中启示真实的自己 我们把这些叫做他的特性 18世纪英国的圣诗作者查理 魏斯里格畅道 至高的父啊 天上的君王 我们要歌颂你 歌颂你的属性 无比荣耀 数不胜数 第三章 上帝的属性 关于上帝的一些真相 主啊 语言形容无法你的威严 我的灵可目 亲眼目睹你 我从尘土里 向你呼求 寻求你的名 但你的名是隐秘的 你住在没有人 可以靠近的光中 你是我们思想所不能及 清土不能达的 你的荣耀 无言能及 先知 诗篇作家 使徒和信徒们 依然激励我相信 也许在某些程度上 我是认识你的 因此 我祷告 不论你曾经 欣然启示过什么 都将帮助我找寻出 那笔红宝石和纯精 更贵重的信息 因你我才活着 目光里的星星会消失 天堂也会幻灭 只有你永存 阿门 对受过教育的基督徒而言 学习神的特性 远非枯涩 反而是一段无比甘甜 又投入于心的属灵操练 对可目神的灵魂而言 是多么欣喜至极的事 法博尔写道 只当坐下 思想神 哦 无比的喜乐 想他所想 呼吸他明 如此福分 地上难寻 在我继续动笔之前 似乎很必要 先给属性 这个词下一个定义 这个词 在本书中 反复出现时 既非它的哲学意义 也非它最严格的 神学意义 简单地来说 无论什么 只要能正确地描述神 那么这个 就是神的属性 这本书 只在陈述神的这些属性 就是神在任何方面 启示的真实的自己 这就引来了 关于属性数量的问题 宗教思想家们的看法 各不相同 有些坚持有七个属性 但是法博尔认为神有上千个特性 而魏斯里也宣称 神你的属性 无比荣耀 数不胜数 事实上 这些人是在敬拜神 而非数算神的属性 也许明智的做法 是采纳这些敬拜者的真知灼见 而非神学家头脑里 小心翼翼地推算 如果那些特性 是神真实拥有的 我们并不去一一罗列 况且 默想神属性的数量多少 并不重要 这里指提及有限的 几个神的属性 若一种属性 是神真实拥有的 那么 这样的真实 也就是我们所能相信的 神是无限的 一定有一些 它的属性 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所认识的属性 是心里的一种概念 是在理智上 对神自我启示的 一种回应 也是神在回答问题 是对我们问询 祂做出的回答 神是怎样的呢 祂是哪一类神呢 我们期望 祂怎样带 我们以及 所有的受造物呢 这些问题 并不纯粹是学术上的 它们深层次地 触及人类内在的灵魂 其答案 也对人的生活 品格 及命运产生重要影响 当你心存敬畏地发问 又谦卑地寻求答案 这当然会取悦 我们在天上的父 十四世纪英国的修女 人称诺维奇的朱利安说 因为神愿意 我们的时间 都是用来认识她 践行爱 直到我们来到天堂的那一天 在所有事情中 唯有能亲眼目睹 并且爱神 才使我们较少地考虑自己 更多的是敬畏神 真正的谦卑在他面前 并丰丰富富地 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神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当然并非所有问题的答案 但足以满足我们的心智 使我们欢欣雀跃 神的这些答案 在大自然中 在圣经里 在人子身上 神在受造物中 岂是他自己的旨意 但事实上 当代的基督徒 却已不那样热衷于坚持这点 然而圣经中阐明了 尤其是旧约中大卫和以赛亚寿 启示时的话语 即新约中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 圣经的启示是清晰的 正如十八世纪英国圣诗作者 以撒华兹所说 诸天树说你的荣耀 神啊 每个晨星都闪烁着你的智慧 我们的眼目亲读你的话语 我们在字里行间中读你的名 你的话使我们更懂你 道成肉身 永生的话语 变成血肉之躯 住在我们中间 这烈火般的启示是基督教信息中神圣 且最重要的部分 尽管神医启示给我们 祂是三位一体的神 但答案绝不在表面 答案的获得必须通过祷告 长久地默想圣言 和持续不断地努力 不论真理的亮光多么地闪烁 只有那些属灵上 已经准备好的人才可以看到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如果我们要准确地 思想神的属性 则必须学会丢弃这些词语 特点 特征 特色 它们适合描述受造物 不适合描述神 我们必须打破自我的思维定势 不以思想受造物的方式 来思想造物主 不用词语的思考是不存在的 但我们若允许思想错误的话语 那很快我们满脑子 就堆积了错误的思想 因为用来表达思想的词语 常常超越它所要表达的含义范围 并决定所思想的内容 英国十七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 特拉赫恩说 只是思考是最容易的 但正确的思考却是最难的 若我们想正确地思考 那应是我们思想神的时刻 人是一个组合体 其性格是由一个个特征构成 特征因人而异 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 不同的时间特征亦不同 人的性格也非一成不变的 因为构成性格的特征 或者特点是不稳定的 特征可以招来牧去 也如潮汐 在我们的生命中起起落落 不断变化 因此 一个人可能在三十岁时 善良又细心 五十岁时 却残酷无理 这样的变化是可能的 因为人是受造物 真正意义上 人是组合体 其性格是由大大小小的特征组成 我们理所当然的这样理解 认为人是由属天智慧的锻造 人既是神的受造物 又是被神组合而成 然而人的受造始终是个秘密 我们不清楚 也许永远不会知道 神是如何从无到有 从非存在体到存在体的创造过程 只有他知道 但神如何将人组合在一起 我们却知其中一小部分 我们知道人拥有肉体 灵魂和精神 知道人有记忆、理性、意志、智力和情感 我们知道为了让这些有意义 神给了我们美妙的恩赐 意识 我们也知道 他们与多样的脾气 一起构成完全的人性 构成人性的部分是神的恩赐 有属天的智慧安排 他们如音符 组成最崇高的交响乐 如丝线 组成宇宙主宰者编织的秀为 而我们总还是按着受造物的方式思想 用受造物的语言来表达 不论这样的思维 还是语言都不符合神性 以阐述基督教三位一体信条 为中心的亚他奈修信经认为 圣父从无生出 不是从有中创造出来 也不被生出 圣子从圣父生出 非被制造也非被创造 圣灵从圣父圣子而来 既非被制造 也非被创造 或被生出 神在他自己里面 包含他本身 他独立于任何外在的事或人 神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他不是部分的组合体 他是单一体 神的整体性意味着 有且仅有一位神 也意味着神不是复杂的 是简单的就是他自己 神存在的和谐性 不是说神作为一个整体 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而是说他自身是一个整体 并非由部分组成的 他的众多的属性之间 也不互相冲突 他不需要暂停一个属性 而运转另外一个 因为他所有的属性构成一个整体 作为整体且一体的神在做工 他不分割自己 不是以拼凑而成的神的形式 在做工 谈及神的某个属性 是在描述神是怎样的 而非神的某个组成部分 若我们的头脑能进一步推理的话 便可以说这就是神的样子 尽管我在极力解释 他准确的样子 却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当神感知自己时 只有他知道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只有和神等同的 才可以交流神性 但若认为有和神等同的对象 那只会陷入一场智力的谬论当中 神的属性是我们所知神真实拥有的 第四章 神圣的三位一体 我们的天父啊 你坐在光中的宝座之上 人类的语言多么丰富 多么悦耳 但当我们试图讲述你的奇观妙景时 才发现人的言词多么匮乏 多么格格不入 当思想你那令人敬畏又神秘的三位一体神性时 我们只能坚口不言 在你向摩西显现的荆棘火焰前 我们不求能明白 只一心单单寻求你 好让我们能恰如其分地爱慕你 三位一体的你 阿门 默想三位一体的神性就好像是让思想踏上圣洁的伊甸园 向东前行 神秘的三位一体永难侧透 而我们真诚地努力在神面前注定徒劳 只有最深切的敬畏才可免去我们的那些妄测 有些人拒绝他们所不能解释的 否认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他们用冷酷 有限的眼光审视至高者 因此得出结论 神不可能以圣父 圣子和圣灵三种形式存在 而同时三者又是一体的 然而 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生活全都被神秘笼罩着 他们没有考虑到 即使是对大自然中最简单现象的解释 也只能做到隐隐约约 而这些并不比理解上帝的神秘性容易 不论非信徒还是信徒 每个人都因信心而活 前者相信自然法则 后者信靠神 纵观人的一生 他总会接受一些自己所不能理解的 若以此问最渊博的圣人 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是什么 他只能沉默不语 问题的答案永远都在那未知的深海里 非人力所及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晓得智慧的所在 人却永远不能 像柏拉图的洞穴理论 十九世纪苏格兰的作家托马斯 卡莱尔笔夏曾有这样的描绘 一个沉思的异教徒在隐蔽的洞穴里逐渐变得成熟 然后他被引到了洞外 突然间日出映入眼帘 他在惊奇什么呢 卡莱尔呼喊道 看到景象和平日里大不相同 他惊讶不已 此时的他有着成熟人的能力 却也像孩子般敞开 他整个心都被点亮了 他的事业之中 绚丽的绿色岩石拼成了陆地 有树木 群山 河流 和哗啦啦的海水 在蔚蓝的天空和深海中遨游 风轻轻吹拂着 乌云也会聚拢 刹那间就倾泻出火 冰雹 大雨 那又是什么呢 呜呼 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那在尽头的 我们根本永远都不会知道 长大之后 便不再和从前一样 我们习惯于周遭 便没了好奇心 卡莱尔说 我们需要敏锐的洞察力 不是因为避免难题所需 而是因为我们轻率 疏忽和缺乏洞察力 同样 我们没了好奇心 不是因为停止了思想 我们把如火般的黑雷云叫做殿 宣称我们很懂它 也能在摩擦玻璃 丝绸等物品中 发现类似电的火花 然而 它究竟是什么呢 从何而来呢 又往何处去呢 是的 科学已为我们做了很多 但科学仍是贫乏的 因其不能揭示 这神圣的无限性的 关于神的科学 我们永远无法参透它 所有的自然 人文 和社会等科学 在它面前都是肤浅的 这个世界 经过所有的科学探索和研究后 对任何人来说 仍旧是神秘的 美好的 难解的 和高深莫测的 卡莱尔的预言 有洞见且深远 一百多年过去了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并没有让它的预言失效 甚至没有 让其标点符号过时 我们却似乎依然不清楚 轻浮地重复着通用 又流行的科学术语 来保存颜面 各种能量穿行于世界 我们驾驭着它们 只要轻轻地动动手指 就能控制车子和厨房里的各种琐事 我们让它们像阿拉丁神灯一样 为我们工作 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它是什么 世俗主义 唯物主义和各种东西的侵入 已经扑灭了我们的灵魂之光 我们成了僵尸的一代 我们用语言遮掩自己的愚昧无知 也羞于去好奇 甚至害怕低语出神秘 教会曾毫不犹豫地 教导着三位一体的信息 没有不懂装懂 并且亲自见证 也重复着圣经的教导 有人否认圣经所教导的 神的三位一体 原因是他认为 神的三位性和与一体性 是互相矛盾的 可是我们既理解不了路旁树叶的脱落 也理解不了朝理之更鸟蛋的付出 为什么三位一体成了我们的问题呢 莫林诺说 我们是通过明白神的不可理解 神高于我们的理解力 认识到他更崇高 而非蟒状的将神与受造物等量其观 神高于一切受造物之美 好几个世纪以来 不是所有基督徒都信仰三位一体 在炙热的火柱里 神显明自己给以色列 带领其走出旷野 他向世界宣告这是我的子民 也是自使徒使代教会实践 极致如今 三位一体的信仰 一直都在 纯洁和力量紧随其后 行走在这面信仰大旗之下的 有众使徒、教父们、殉道者、神秘主义者、赞美诗作者、改革者 和宗教复兴派 神赞许的印章 已刻在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和生命之上 尽管他们之间有细微的差别 但是三位一体的信条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神说一颗相信的心会承认 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 确实如此 寻找证据是承认怀疑 获得证据会让信心变得多余 每个有信心恩赐的人 会辨别出早期教父勇敢话语中的智慧 我相信基督为我而死 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亚伯拉罕的态度 在所有证据面前 信心无比强大 且把荣耀归给神 这也是安瑟姆的态度 他被称作第二个奥古斯丁 是基督教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他认为信心必须走在所有为理解而进行的努力之前 很自然的信心带领着对启示真理的反思 信心首先来自于一颗侧耳倾听神话语的耳朵 而非深思熟虑的大脑 有信之人不是通过推敲圣言 或通过一系列的推理到达信心之地 他更不寻求哲学或科学来确认信心 他反而发自内心呼求 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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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听耶和华的话 神是真实的 人都是虚晃的 那么这是在说 专业知识在以启示的宗教里无用吗 绝不是 研究者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就是精心选择一个区域去做研究 他的任务是要保证文本的纯洁 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传达圣言 他可能要对比斟酌圣经 直到他发现其真正的意义 但就此结束他所能做的 他一定不能裁决圣言 他绝不敢用理性推测圣言 他也绝不敢去赞扬或谴责圣言 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 科学的或非科学的 圣言的意义一经发现 是圣言判定他 而非他判定圣言 对一颗可目神的心来说 三位一体是真理 人的灵可以穿过 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 慢子直达至圣所 十一世纪的大主教安圣母恳求道 让我在可目中寻求你 让我在寻求中可目你 让我在爱中寻见你 让我在寻找中爱你 爱和信心是神性奥秘的家 让理性跪在外面敬畏吧 基督在说他自己 父 圣灵时 毫不犹豫地采用了复数形式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他又说道 我与复原为一 在思想神的三位的统一性时 最重要的 不是混淆这三位 也不是分割这一体 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能正确地思想神 配得他 也配得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主耶稣宣称 和天父平等 正是这惹得那时期 宗教家们的怒火 最终导致了他十字架上的刑罚 两个世纪之后 即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神学家 阿里乌和其他人 仍然攻击基督宣称的神性 和三位一体 在阿里乌争议期间 三百一十八位教会的教父 聚会在尼西亚 讨论这信经里说道 三位一体 没有先后 没有大小 三者永远并存 一体 平等 这信经所述 如何与耶稣所说的 父是比我大的一致 那些四世纪的神学家 是知道的 并记载在信经里 与他的父平等 是指他的神性 不及父 是指他的人性 这样的解释 对每位认真寻求真理的人来说 完全合一 对永生子来说 赎回人类 并没有使他离开父亲的怀抱 当行走在人间时 他称自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 再次提到他自己在天的人子 我们承认 这里是神秘难解的 但并不迷惑 在他的道成肉身里 人子给他的神性蒙上了面纱 但神性仍在 神三位的一体性 使得他的神性永远都在 当神道成为人时 他并没有降悲自己 或者不如他之前的任何时候 神永远都不会不如自己 因为让神成为 任何他所不是的 都是不可想象的 神的三位统一在一体中 同样的 也只有一个意志 他们相互协作 最微小的行为 也绝不是没有其他两位及时的默许 由其中一位单独完成的 神的每一个行为 都是三位统一完成的 这里当然出于必要 以人的语言和思维理解神 但以人来思想神 结果必然逊于终极真理 然而如果非要去思想神 那我们必须改变受造物的思维方式 和语言习惯来适应造物主 认为圣父 圣子和圣灵互相交换思想 寻求对方意见 以达成一致 像我们人一样 这样来 思想神所犯的错误 是真实存在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我看来 米尔顿的著名著作 《施乐园》的缺憾之处在于 他将神救赎人类 呈现为圣父 圣子和圣灵讨论和对话的结果 当神的儿子作为人的儿子 行走在地上时 他经常对天父说话 天父也回答他 作为人子 他为他的子民向父祈求 此类天父和儿子的对话 被记录在圣经里 为了人可以理解永生父 和人子耶稣基督的关系 圣父 圣子和圣灵之间的交流 是及时的 直接的 永恒的 也是无生的 不需花力气的 无需行动的 法博尔写道 永恒的寂静中 神在无尽的言说 只有神的话在那里 却无人听见 寂静一片 永远 哦 如此的绝妙 哦 如此的可静 没有一丝声响 但却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在爱里 智慧里 力量里 天父说着他尊贵永生的话语 通俗的基督教信仰会 划分三位一体具体 每一个部分的做工 比如说 天父的创造 人子的救赎 圣灵的重建 这种信仰部分正确 但整体上并非如此 因为神不会让自己三位之一 在运作 而其他的两位闲置不动 圣经里 在所有遍及宇宙全能的作为中 神三位的做工都显示出了和谐和统一 圣经中把创造工作归给天父 圣子和圣灵 道成肉身的完成显示了三位一体的做工 虽然只有独生子变成肉身居住在我们中间 基督受洗 人子从水里出来时 圣灵降下 父的声音也从空中传来 对救赎人类最美的描绘 莫属西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了 他这样记载 基督借着永恒的灵 将自己无瑕疵地献给神 这里我们看到了三位是怎样一起运作的 基督的复活 同样归于三位的神 天父 圣子 和圣灵 使徒彼得记载个体的救赎 也是三位一起做工的结果 是圣父 圣子 和圣灵住在基督徒的灵魂中 正如我之前所说 对于一颗可慕神的心来说 三位一体的信条是真理 事实上它不可能被圆满地解释 我们要喜爱它 而非反对 这真理必须被揭示 没人能想象得出 法博尔的诗这样写道 哦 三位一体赐福 哦 至高威严 哦 三位皈依 你是永远独一的神 圣洁的三位一体 同受赞美 赞美你 独一的神 第五章 上帝的自由 万物之主 你说 我是自有永远的 每个在你里面 照你的形象 被造的 也许会说 我是 我们承认自己 从你而来 但我们口里的话 不过在模仿你 不管我们承认的方式 完美或否 你是那伟大的源头 哦 永在的父 借着你的良善恩慈 我们敬拜你 阿们 三世纪 出生于 罗马的神学家 诺瓦天说 神没有源头 正是没有源头 这个概念 把属神的 和不属神的区别 开了 源头这个词 只适用于 被造之物 当头脑中出现 有源头的任何事物时 我们所思想的 就不再是神了 神是独立存在的 所有受造物 必然是源于 某时某地 在神之外 没有什么是 独立存在的 对事物的起源 我们极力地追寻着 我们承认也相信 每个事物 都是被某个人创造的 而这个人 却不是受造物 经验告诉我们 每个事物 都源于 其他某个事物 任何东西若存在 则必定有一个 缘由先于它 或至少与它等同 因为小的不能产出大的 任何人 或物是其他人 或物的因或果 因此 回到这个人上 它是万物之因 却独立于万物而存在 小孩子会问 神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 不经意间承认了 它的受造 起因 来源和源头的概念 已经刻在孩子的脑里了 它以为凡物都来自他物 并非事物本身 于是也简单推测神 也遵循这一规则 这小小哲学家 以受造物的立场 来思考问题 考虑到他缺乏 基本的信息 但他的推理方向 却是正确的 若有人告诉他 神是没有源头的 他一定觉得很难理解 因为这其实 引入一种全新的概念 和人类根深蒂固 追寻源头的思维倾向 相抵触 而这种思维倾向阻碍着人类探索 那起初的 未被发现的源头 源头的概念不适用于神 能一步步思想到这里并不容易 即使事实 确实如此 这就好似在某种条件下 微光不是通过直视 而是稍微 看向别处才可见 同样的道理 应用在那些自存之物上 若我们试图把思想集中在一个完全自存之物上 也许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它居住在无人能靠近的光里 如若我们居住在岩石的裂缝中 当神经过我们的居所时 只有靠信心和爱才能瞥见一眼神的荣光 莫里诺说 尽管这种关于神的知识是模糊的 一般的 但因其是超自然的 所以反倒比任何对于这个世界具体的 可感知的理解更清晰完美 可以想见的是 作为受造物人类的心智 理解起来 神不那么容易 一想到有一位神完全存在于 我们所熟知的范畴之外 让我们倍感不适 一想到 这位神还没有对自己的存在 做出过任何解释 令我们焦虑不安 这位神不依靠我们 对任何人都没有责任 自因存在 依靠自己 自己自足 哲学与科学对待神不总是友好的 原因是 他们致力于解释事物 对那些拒绝给自身做出解释的事物 相当不耐烦 哲学家和科学家会承认 还有许多东西 他们不知道 但要承认 有些事情 他们永远不知道 则是另外一回事 况且他们没有技术去发现 要承认有一位神在我们之上 所有的范畴不能描述他 其存在不仅因其名 他不受我们理性的束缚 也不臣服于我们好奇的询问 这需要我们谦卑到底 然而 并非每个人可以做到 为此 我们将神降卑到我们的思维水平 至少到我们可以掌控他的地步 以此来保留颜面 然而神逃离了我们的控制 他无处不在 又不独在任何一处 哪里这个词总是和物质 空间相关 但神却独立于这两者之外 时间和运动不能局限他 他全然依靠自己 对这个他亲手创造的世界 毫无亏欠 法伯尔称赞道 永恒 无限 单一 独一 崇高的三位 唯有你永远宏大 一体的神 独有威严 独有荣耀 谁能诉说你的奇观 威严的三位一体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 我们之中数百万计的人 居住在基督教国家里 属于教会 并努力推动基督教 也许在世的生命将要逝去 却不曾思想或试着认真思想过神的存在 很少有人心里感叹 关注那自存的神 思想神对我们来说太痛苦了 我们更喜欢去思想 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说 怎样去造一个更好的补暑器 怎样让这片草长得比从前好 世俗化宗教荒废了我们内里的生命 我们正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大概有些真诚 却依然困惑的基督徒不禁要问 我所阐明的概念有何实用性 他们或许会问 这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自存的神对这世代的他人 和我又有什么可能的意义呢 对此我的回答是 因为我们是神亲手所造 我们所有的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都具有神学上的意义 在世界的景象中 获悉关于运转 整个宇宙的神的知识 是健全生活哲学 与健康的世界观必不可少的 教皇亚历山大的建议 常被人引用 如果只研究人类 不知道神 认为最好 由人类研究他们自身 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 在任何可能的方面和领域 人只能肤浅地知晓自己 神是人的参照物 失去了神 人将没有标准去知道自己 知道我们认识神 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是怎样的 正因为如此 自存的神不是干枯的教条 没那么学术气 也没那么遥远 事实上 他贴近我们的呼吸 实用的就像最新的外科手术 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 使人高于万物 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 让我们如此理解吧 这是人身上所存的神的形象 并非诗情画意般的幻想 也不是源于宗教渴望的念头 而是拥有坚实的神学基础 经由圣经自始至终 明明白白教导的 为教会所公认 是正确理解 基督教信仰必须的真理 人是被造的 衍生的 因造物主而存在的 人什么都不拥有 其存在时时刻刻 都依赖那位按自己形象 创造他的神 神是人存在的必要条件 抹去了神 人的存在将毫无基础 在救赎问题上 神承担一切 而人无所作为 这是基督教信仰的 一个基本信条 这里基督教的教导 与那些高深的东方哲学 宗教不谋而合 人极其才能不过是 源头发出的回音而已 是那自存之光的反射 若切断太阳 阳光也就消逝了 同样的道理 若人与神分离 人就退回到 创世已先的虚空中去了 不只是人 所有的事物 都是被神创造 和并依赖神的管理 而持续存在 使徒约翰这样解释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保罗也同意 因为万有 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为了证实这些 保罗在 《西伯来书》中 还写道 他是神荣耀 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万物完全依赖 神的创造意志 在这种情况下 圣洁和罪 都有可能产生 神的形象 在人里面的 第一个标志就是 人有施行 道德选择的能力 基督教的教导是 人选择独立于神 故意地违抗神的诫命 而依从自己的选择 这种行为 违反了神与人之间的 正常关系 拒绝神是 万有存在的根基 从而人退回到 他自己里面 此后 人不再围绕着 作为太阳的神旋转 而是把自己 当成太阳 要求其他一切 都必须围绕着 自己转 神对摩西说 他也愿意去 分享自己 有时候甚至是 为一个好的目的 牺牲自己 但他 绝不罢黜自我 在社会任何的天秤上 无论他已滑落多远 在他自己眼里 他就是宝座之上的王 无人即使是神 也不能将他的王位拿走 最有很多表现形式 但其实质就一个 人的受造本身 是为敬拜神 然而他坐在宝座上 自高自傲地宣称 我才是我的神 这就是罪的本质 这看起来很自然 好像没有什么不对 在福音里 只有当人的灵 被带到至圣者面前 没有无知 作为挡箭牌 吓得瑟瑟发抖的自我 才会重回良心的家园 用福音传道者的话来说 人遇见了赤裂的全能神 由此才承认自己有罪 耶稣基督提到父 差遣地来到这个世界的圣灵说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基督的这些话 最早在圣灵 降临结彼得的第一次 讲道后应验的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这里的我们当怎样行 是每个猛然觉醒 认识到自己原来是偷了王位的篡位者的身处的呼求 多么痛苦 正是这种道德上的惊慌失措 使得他们忏悔 在篡位者的忏悔 废除自我 和否定自己当中 他得到神的宽恕 也拥有心灵的平安 这样一个健康的信徒就诞生了 克尔凯郭尔说过 纯洁的心 只专心一件事 同样的道理 来看罪 罪的本质 只专心一件事 就是用我们的意志 对抗神的意志 目的是 罢免神的王位 把自己放在 人类灵魂 小王国的 至高位置 这就是罪恶的根源 罪多如细沙 但本质上 只有一种罪 罪的本质 决定了罪的数量 这是为人所诟病的 人类道德堕落信条 背后 所秉持的原理 他认为人不忏悔 除了犯罪什么 都不能成就 他做的那些好事 一点都不好 神拒绝 他做的那些好事 就像拒绝 该引的共物一样 只有当他还原他 所盗取的神的王位 他的作为 才会被接纳 保罗在罗马书 第七章 生动地描述了 基督徒的挣扎 希望为善 同时内心 不自觉地倾向于 自我肯定 保罗的见证 和先知们 所教导的完全一致 在基督降临之前 八百年 先知以赛亚 这样鉴定罪 被逆神的旨意 认为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 选择走自己的路 他说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我相信 没有比这对罪的描述 再确切的了 信徒们 先知 和使徒的见证 如此一致 都认为 自我内心的法则 指导着人的行为 将一切人所为的 变成邪恶 为了完全拯救我们 基督必须翻转 我们的本性 他必须在我们的内心 植入新的法则 从而我们之后的行为 涌流出一种渴望 去荣耀神和寻主内 弟兄的益处 老我的罪必须死 唯一的途径 就是将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多年以后 得胜的保罗也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希腊赞美诗 这么描述 我的神 最有能力维持吗 他在我的灵里挑衅着 有你的宽恕是不够的 十字架必高升 自我必要被钉死 哦 慈爱的神 释放你的能力 有耶稣的复活 是不够的 我也必要去寻找明亮的天空 像基督一样 从死里复活 第六章 上帝的自足性 哦 神啊 教导我们 没有什么 对你来说是必须的 任何对你来说 必要的事情 都是在挑战 三位一体的完美性 我们怎会敬拜一个 不完美的神呢 如果你什么都不需要 对你来说 没有人算得是必要的 如果没有人是必要的 那你也不需要我们 然你仍旧寻找着 即使你并不需要我们 我们却因需要你而寻求你 因在你里面 我们才活着 行动着 成为我们 阿门 主耶稣说 父在自己有生命 他简洁地教导 讲述至高的真理 非人的思维所及 主说父是自己自足的 父在他自己里面 这是父在自己有生命 所最终传达的 不论神是怎样的 神都在他自己里面 万物从无意识的 低级生命形式 到有意识的 高级生命形式 如智慧的撒拉夫天使 其生命皆从神而来 在神里面 没有任何生物 可以给予自己生命 所有生命都是神的恩赐 相反 神的生命却不源于恩赐 若神从别处接受了生命 或任何其他礼物 这施予者便是事实上的神了 正确认识神的一个 基本途径是 神包含万有 并给予一切 在他没有赐予之先 万物不会接受得到什么 认为神有需求 就是承认神的不完全 需求这个词 用于受造物 不能用于创造者 神与他的受造物之间的关系 是自愿的 不是必须的 神对受造物的关心 源于他作为 至高者的良善和喜悦之心 并非因为受造物 可以满足他的需求 或为成就他完全性 而做的天砖加瓦的行为 我们必须改变定式思维 试着去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 而非其他任何地方 神的自足性是与众不同的 且真实的 我们通常认为受造物之间彼此需要 任何事物都不是完备的 其存在都有赖于外物 生物呼吸需要空气 有机物需要食物和水 若把空气和水从地球上拿走 所有生命都会迅速灭绝 这是公理 为了生存 每个受造物都需要他物 所有受造物都需要神 只有神没有需求 小溪会成江河 万物皆从神而出 他无限和完备 但汇聚着万物之源的小溪在何方 法伯尔这么称颂神 深不可测 像海一样 生命皆因你而出 你的生命是喜乐的统一 神为什么创造宇宙 依然困惑着思考的人们 虽不能知道原因 我们至少知道 人建造房屋来预寒 种植庄稼以防饥饿 但神创造世界 并非为了满足他的需求 在神的字典里没有需求这个词 神是至高者 因此无人能提升他 没有什么高于他 也没有什么在他之外 他对人的每个举动 都是为了提升人 人离开他 就会堕落 他可以提升自己 而无需任何人的扶持 因无人能提升他 所以也无人能降低他 圣经记载 他话语的力量 一直供养着万物 被他供养的万物 怎能扶持得了他呢 就算全人类顿时乘忙 太阳依然在白天照耀 星星依然在夜空闪烁 数以万计的人受益于日月星辰之光 但后者并不亏欠前者 即使地球上的人全都变成无神论者 也丝毫影响不了神 他全在自己里面和外物无关 相信增加不了他的完美 怀疑也不能损伤他的无瑕 神是全能的 正因为他是全能的 他才不需要扶持 但想到一个紧张兮兮的 为赢得好感而讨好人的神 并不让人愉快 可是我们到处所宣扬的神 却正是这样 二十世纪的基督教对待神 就像一个富人看待一个穷人 总抬高自己 我们自视甚高 虽非喜悦 但仍容易相信 我们对神来说是必须的 但事实是神不因我们存在与否 或伟大或渺小 我们的存在完全是神自由的决定 不是我们应得的或神的需要 天生自我为中心的我们 大概最难想到的就是 神不需要我们帮忙 通常我们所呈现的神 是一个忙碌 急切 有几分沮丧的父亲 匆忙中寻求帮助 想要通过他仁慈的计划 把和平与救赎带给世界 但事实却如修女朱利安所说 我切切实实地看到 神做了所有的事情 不论有些事情何其微小 运作一切的神 当然不需要帮助 也不需要帮手 太多传教士工的呼吁 都建立在这个空想出来的 沮丧的全能神身上 有影响力的演讲者 很容易就在他的听众中激起同情 这中间包括异教徒 也包括如此劳累 并试图拯救他们 却因缺少帮助而徒劳的神 我唯恐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这样想 以为神的爱将他陷入困窘之地 神有限的能力不能解救自己 才投入到基督教的服事中 以解救神出尴尬之境 再加上某种程度上 值得称赞的理想主义情绪 和对贫困者相当的同情 你会找到当今基督教活动的真实驱动力 再次重申 神不需要捍卫 祂是永恒的防御者 为了我们明白 神在圣经里充分使用了军事术语 但这绝不是告诉我们圣神威严的宝座 正遭遇狂风暴雨般的围攻 米迦勒和他的天君们 以及天使们正全力捍卫 如若这样理解 则误读了圣经里告诉我们 关于神的所有事情 不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 都不能证实如此幼稚的理解 一个必须被捍卫的神 只有在有人帮他的时候 他才有能力帮助我们 在宇宙的是非之战中 只有神取胜了 我们才可依赖他 结果是这样的一位神得不到我们的尊重 只能引发我们的无限同情 我们必须正确地思想神 以配的他的名 道德上我们必须清除所有脑子里 关于神的卑微的念头 愿宇宙中真实的神成为我们脑中的神 基督教虚和神 人有关 但其焦点是神不是人 人固守着重要性 只因他是暗神的形象被造 此外他什么都不是 圣经的诗篇作者和先知们 悲哀中带着嘲弄提及人 说其脆弱地用鼻孔呼吸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干 神为自己存在 人为神的荣耀而活 这是圣经所着重教导的 因神的荣耀 无论在天上还是在地上都得显现 以此来看 我们也许开始理解 为什么圣经说了那么多信是至关重要的 斥责不信为致命的罪 没有哪个受造物敢信其本身 唯有神可以信任自己 其他生命都必须信赖神 不信实际是一种歪曲的信仰 因为他把信任放在正奔向死亡的人 而不是永生神身上 非信徒否认自己自足的神 篡夺了神的属性 这双重罪蒙修了神 也最终摧毁了人的灵魂 神因爱和同情 以基督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 这是教会从使徒时期到现在 始终坚信的 永生子道成肉身 已被认定为基督教信仰 然而近年来 对此信仰的理解不同于 甚至逊于早期教会的理解 肉身出现的耶稣 被完全与神话等号 所有人子的软弱与局限 全被认为是神的软弱和局限 然而实际上 在我们中间行走的人子 是一种示范 他不是穿戴面纱的神 而是完完全全的人 降为全人的耶稣 以柔软的人的外衣 恩慈地覆盖了神的威严 从而保护了践踏的人 正如耶和华在西奈山上 小于摩西说 你下去嘱咐百姓 不可闯过来到我的面前观看 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 之后又对摩西说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当今基督徒似乎只知道 作为人子的基督 耶稣在地上时 掩盖了他神性的燃烧的圣洁 和不可靠近的威严 将荣耀完全归于在天上的父 现今的信徒 试图剥离耶稣的神性 以成就与他的交流 因此他们的耶稣笑容软弱 带有一层遮蔽其神性的约 这话有两层意思 健康的灵性生活 要求我们接受两者 对这一代人 第一层意思 神不需要任何人 几乎全被遗忘 而这也深深伤害了 我们的属灵生活 十七世纪德国的神父 约翰·夫勒颂赞 美好的源泉 一切祝福从你而出 你无比丰盛 毫不缺乏 除你之外 你还渴慕谁吗 你自己自足 但却寻求卑微的我 哦 这 只有这是你所需的 第七章 上帝的永恒性 哦 永生神 我们内心欣然接纳你 虽凭借理性永远无法理解你 哦 我主 我的神 我圣洁的神 你岂不是从永恒而来 我们敬拜你 永在的父 你的年数永无终点 我们敬拜你 神的爱子耶稣 你永不衰老 我们欺慕你 永生的灵 在世界存在 以先就存在 并与父 子一起享有同等的荣耀 神啊 恳请你来拓展 并清洁我们的灵 以示以你的灵居住 以你的灵喜欢 住在正直清洁的心 圣过妙语 阿门 永恒的概念 像高大绵延的山脉一样 贯穿着整本圣经 大多引现在传统的犹太教 和基督教思想中 如果拒绝永恒的概念 我们将不可能体会到 为何先知和使徒 长长久久地期盼 思念永恒 永恒这个词 有时即使是在 基督教作家笔下 也仅仅是长存的意思 像长存的丘陵 有人认为 当作家使用这个概念时 他们头脑里 并没有永恒的意思 是之后的神学家 才补充进来的 这种认识错误严重 在我看来 严肃的学术 也找不到相关研究来支撑 已有人用此理由 来逃脱永生审判的信条 他们抵制永恒的道德惩罚 为了保持一致 他们只会不断削弱 对永恒的完整理解 此番作为 抹灭了证据 唯恐真理显现 此类做法不胜枚举 事实是 如果圣经没有教导神的永恒性 我们则不得不从它的 其他属性做出推断 如果圣经不曾提及绝对永恒 我们则不得不造出一个词 来表达永恒的意义 但圣经里 无处不在 默示了神的永恒 永恒对于神的国来说 就像探对自然界的重要性一样 探无处不在 是维持生物的基本元素 所以永恒是赋予任何基督教信条的必要元素 的确 如果舍去永恒 任何基督教信条都不能保持其意义 充满圣灵的摩西说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与摩西的话完全一致的另一种表达是从尽头到尽头 回顾过去 只等到模糊的记忆消失 展望未来 直至穷尽思维与想象力 神同时在这首尾两端 且互不影响 神造万物那一刻 开始了时间 神是昔在 今在 永在的神 所以时间不适用于他 开始是一个时间词 对居住在永恒里的至高至圣者来说 没有个人意义 法伯尔歌颂道 没有年岁能数算你 亲爱的神啊 你本身就是永恒 神居住在永恒的现在 所以对他来说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当有关时间的词在圣经中被提到 那是对我们而言 不是对神而言 当似活物在宝座前昼夜不住地呼喊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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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神是息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他们是用生物存在的三种实态理解神 这是对的 也是好的 神十分愿意这样被看待 但由于神非被造 不因变化而改变 也就是说他不受我们所说的时间影响 神居在永恒里 时间居在神里 他知道我们所有的未来 就像他知晓我们所有的过去 二十世纪英国基督教作家 C.S.路易斯的解释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他建议我们想象一张无限延伸的纸 代表永恒 然后在这张纸上画一条短线代表时间 那么就如这条线的始端和末端都在这无限伸展的纸上 所以时间始于神 终于神 神出现在时间 以先并不难理解 但是他同时出现在时间的首尾两端 就不那么容易领会 但事实如此 我们通过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理解时间 同样的方式我们技术宇宙中的系列变化 一个个的变化不是同时完成 而是连续发生 一个接着一个 先与后的关系给了我们时间的观念 我们等待日出日落 或钟表时针的转动 但神用不着等待 对他来说 所有将要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这就是为什么神可以说 我是神 并无别神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他可以同时看到开始和结束 神学家尼古拉斯说 无限就是永恒本身 包括所有的连续 所有在我们看来有先后之分的事 在你那里是同时的 因为你是永恒 因你是全能神 你住在天堂里 在那里早晚 始终阿尔法和欧米加同时发生 因为此时和彼时同时存在 但我的神啊 绝对永生神 你的存在和言语 都超越了现在和过去 摩西老的时候 他写了诗篇 之前已引用 其中他歌颂神的永恒 这个真理对他来说 就是神学事实 坚固的与他所熟悉的西奈山一样 神的永恒性 对他有两层实用意义 一 由于神是永恒的 他可以并永远成为 受时间主宰的 他的孩子们的安全避难所 主啊 你世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 第二层意义需要 勇气接受 神的永恒如此长远 而我们在地球上的年岁 如此短暂 我们如何保存 自己的事工 我们如何逃离那些几乎毁灭 我们的让我们精疲力竭的诸多事件 是神写下并主导着诗篇 因此 摩西对他悲伤地呼求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 竖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 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也愿我们没有荒废 对神永恒性的认知 我们行走在匆忙的年月中 在神面前 站在永恒的边缘 时常花时间 默想我们的生命和日子 是明智的 因为我们是为永生而造 就像我们为时间而造一样 作为有责任 有道德的生命体 我们必须面对两者 不道者说 神将永生 放在他的子民心里 我认为这里 他说到了人的荣耀与不幸 对人类来说 为永生而造 被迫居住在时间里 很大程度上是个悲剧 我们里面互换着生命和永生 但周遭却提醒着我们死亡和变化 但神造 我们为永生的事实 既是要去实现荣耀 也是要去应验预言 我希望自己不是在过度重复 让我们重回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支柱 人满有神的形象 最将人身上的神的形象如此遮掩 亦不容易分辨 但这不是可理解的吗 不正是神的形象的印记 驱使着人类不知疲倦地追逐着不朽吗 英国十九世纪诗人丁尼生 这么理解神与人 你不会把我们遗弃在尘埃中 你造了人 人却不知道原因 人认为他的被造不是为了死 你造了他 你是公义的 普通人内心最深处的本能 与丁尼生的话一致 在人身上的神的形象 低于着人对永恒的渴望 人的生命还在 但他仍然不能喜乐 因照尽世上和人心里的光 警醒着人的良知 让他有愧疚之心 和畏惧不欺然来临的死亡 所以 他处在盼望的磨石之下 恐惧的石头之上 就在这里 基督教带来了好消息 耶稣基督 他已经把死废去 借着福音 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耶稣最伟大的门徒保罗 在他要出去建柜子手前 如此写道 神的永生和人的死亡 都在说服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的信 不是偶然的 对于任何人 要么是信耶稣 得永生 要么是不信 而堕入永恒的地狱 人的愚蠢 不仅愚昧了他的过去 而且让其成为罪的奴隶 使神从永生介入 来到由时间主导的世间 去拯救他的子民 出离罪恶与死亡 十二世纪的 法国修道院的建立者 圣伯纳德写道 这儿 我们意识的生命 短暂的忧伤 人世间的挂怀 转瞬即逝 那儿 生命没有终点 没有眼泪和悲伤 神 我们的网 我们的产业 在他们满满的恩典里 我们得见他的荣光 面对面的敬拜 直到永远 第八章 上帝的无限 我们在天上的父 若我们只能 躲在磐石穴中 并由你手臂 做遮掩保护 才能看你 恳请让我们 看见你的荣耀 即便失去了朋友和财富 寿命变短 请让我们认识真实的你 对你有应有的爱慕 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圣伯纳德的赞美诗歌 《人是邪恶》这样开始 人是邪恶 但距离末日不远 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会除去人 世间所有的罪和邪恶 将全部荣耀归于神 恰似先知以西节 曾看到赤热的云从 至圣所门前生走一样 神的荣耀 也离开了教会 亚伯拉罕的神 从我们面前 引去了他的面 另一个祖先们 不认识的神 将加安在我们中间 我们造了这个神 也因我们造了他 所以我们能理解他 我们太熟悉他 所以不会惊讶 甚至畏惧他 当然他也不高于我们 神的荣耀 有时将他自己显明的 像太阳一样 又赐福又温暖 但在他医治 和赐予永恒之光前 往往是让我们震惊 不知所措 甚至是让我们成王 我们父辈的神 愿意成为作为子子孙孙的 我们的神 我们只需要用爱 信心和谦卑 来为他预备住所 只要我们足够需要他 他就会把自己显明给我们 我们是否需要来自 某个思维缜密的 圣人的劝勉呢 让我们来聆听 安颂母的话语吧 微小的人啊 快起来 逃离你的忙碌 哪怕只是一会 逃离你的烦恼 哪怕只是几分钟 卸去你的繁重忧虑 抛开你辛劳的工作 留点空间给神 在他里面安静休息 让他进入你内里的殿堂 将所有思虑从脑中赶出 只留神 这会有助于你寻求他 然后 请开口说话 用你全然的心思意念 请现在就对神说话 说 主啊 我寻求你的面 你的面 是我单单寻求的 在认识神的过程中 他的无限性 是最难理解的 即使是努力形成的概念 看似 也是自相矛盾的 因为概念化的过程 需要我们去做些事 而这似乎注定 从一开始就办不成 但我们必须尝试 因为圣经中教导 神是无限的 如果我们接受 他别的属性 也必须接受这条 让我们试着尽力去理解 绝不因为这是条上坡路 越走越艰辛 没有可辅助的工具 而退缩折回 反之 越往上走 风景就越好地铺展开来 这不是行路的脚丫发现的 而是欣赏风景的心灵发现的 让我们不断寻求 也许神月异 给予我们出神入化的思想 和展翅高飞的头脑 要知道他常常倾注视力 给瞎眼的人 与童真的婴孩耳语 给聪明和谨慎的人 连做梦都不可及的真理 现在瞎眼的必看见 耳聋的必听见 我们也必期望收到暗处的宝藏 和秘密之地所隐藏的财富 无限意味着没有界限 显然 有限的头脑不可能理解无限 本章里我不能完全明白 我谈及的内容 读者也必须承认 他也不能理解全部 哦 神的智慧与知识 是多么高深与丰富 他的审判 他的道是多么神秘 前面已提及我们 有此困境的原因 我们试图理想 一个陌生于我们的模式 在时间 空间 和物质上 都不与我们所熟悉 世界的任何事物相似 罗马神学家 诺瓦天写道 在我们对神 以及他品格的默想中 我们没有适合的概念 极善言辞的人 也无法表达出他的伟大 在沉思和表达他的威严上 所有的修辞 都是愚钝的 所有的脑力 都是微弱的 因为神远胜于心智本身 他的伟大 是我们设想不到的 反过来 假若他的伟大 是我们可设想到的 那么他就在人脑之下 他在所有语言之外 没有什么言词 可以传达出他 若有任何表述 可以传达出他 就意味着他在表达 和理解他的语言之下 我们所有的思想 都无法传达出他 即使是最崇高的言词 与他相比 都相当微不足道 不幸的是 人用无限这个词 往往不是因其本意 而是随意将它等同为 相当或许多 比如 我们会说 一个艺术家花 相当多的经历 在他的创作上 或一个老师 对待其课堂 有许多耐心 确切地说 无限这个词 只能用于神 而非受造物 若是讨论空间是否无限 那是在玩弄语言 无限不属于受造物 只属仅属于神 谈及神的无限时 我们的意思是说 他毫无边界 不管神是什么 他没有界限 我们必须再次打破 此语一般的意思 例如 无穷的财富和无尽的精力 进一步误用了此语 除非提到 是神的财富和精力 否则 在人是没有 无限制的财富 也没有无边的精力 再一次的 说神是无限的 就是说 他是不可测量的 测量是受造物 自己考虑问题的方式 他描述的是 限制和瑕疵 不适用于神 重量是描述地球 对物体的吸引力 距离是测量物体的间距 长度是衡量空间上的伸展 还有其他 我们熟悉的测量方法 比如测量液体 能量 声音 光 以及数字的多少 说到信心的大小 智力的高低 天赋的多少时 我们也试图 在做抽象的测量 难道还不够明白吗 这些测量 不可能适用于神 我们的测量方法 衡量的是他的造物 而不是造物主本身 他在这些测量之上和之外 并超越他们 我们衡量的内容 包括了高山和人类 原子和星辰 重力和能量 数量和速度 但绝不包括神 我们在提到量度和数量 尺寸和重量时 不是对神而言 因为这些告诉的是程度 而在神那里没有程度 他就是他 没有这些所谓的增长 加添或发展 在神里没有多少 变化和大小之分 他在他自己里面 我们无需言语和思想加添他 他就是神 在那极致的深邃里 属天的那位所呈现的属性 也许是我们一无所知的 或是对我们没有意义的 正如神的怜悯和恩典 对天使撒拉福和基禄伯 没有个人意义一样 这些圣洁的天使 也许清楚神的属性 却不能感受得到 因为他们没有罪 因此不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 所以可能是这样 我们也确信是这样 神的其他属性 甚至对已经被他赎回 和圣灵开启的孩子 依然没有显明 这些隐藏的神的属性 恰恰是关于他和他自身的关系 他们就像月亮遥远的另一边 我们知道他就在那 但因没被探索过 所以对地球上的人来说 没有什么直接意义 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发现 那位显明的神的属性 认识这神是神就足够了 法伯尔赞美道 神啊 你永恒地充满自我点燃的火焰 你是纯洁一切的恩高者 不去敬拜受造物 也不去遮掩你的属性 你就是那亘古不变的神 但神的无限性是属于我们的 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 神将无限性显明给我们 然而 除了在惊叹中思考他之外 他究竟对我们有何意义呢 我们所做的大多尝试 都会帮我们更加地认识自己 更好地认识神 神是无限的 因此从他里面流淌出的也是无限 可怜的我们 时常对自身内外 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局限 感到沮丧 我们的生命白居过细 快于支降手中的梭子 在音乐会开始之前 我们便已逝去 我们的生命 不过是一场短暂而激昂的彩排 当似乎刚刚掌握一些技能时 我们便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乐器 我们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去成为 去成就我们的能力 所允许的可以成就的 从有限的我们转向无限的神 是多么令人心满意足 神就是永生 对他来说 时间不会过去 一直是进行时 在基督里的人与他一同享受一切丰富 永无止境的岁月 神从来不匆忙 他无需为众多的罪令世界恐惧 而丰盛的恩典 乃是人类的希望 虽罪盛行 他仍然有限 因为他产生于有限的心智 但神的恩典 引领我们到无限 在受造物深深的疾病面前站立的 是神无限的治愈能力 数个世纪以来 基督徒见证了神如此的爱事人 我们仍见证着神的无限属性之下的爱 他的爱无法测夺 没有边际 没有界限 因为那爱不是一个东西 而是神的一个基本属性 神的爱意味着神就是爱 因他是无限的 所以他的爱能包裹整个被创造的世界 除此之外 还可容纳无数个宇宙 十八世纪的英国牧师 约瑟夫哈特这样歌颂神 这是我们亲目的神 我们忠诚不变的友人 他的爱与他的权柄 同等强大 没有边界 无法侧夺 他是耶稣 是第一位 也是最后一位 他的圣灵 引我们到达安全的家 我们为过去赞美他 也将未来交托在他手中 第九章 上帝的不变性 哦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世世代代 你是我们的居所 就像岩石为沙藩的藏处 神你是我们安全的避难所 飞鸟怎样游荡归来 我们也怎样飞回到你的平安里 大自然与人类的小小世界里 充斥着机遇和变化 但在你里面 我们找到了稳定的庇护 我们在你里面安息 没有惧怕 没有疑虑 也不需要为明天忧虑 阿门 神的属性当中 不变性理解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但要领悟他 我们必须审视自身 排除那些思考受造物的灌常念头 只保留那稀少的对于神的思想 说神是不变的 等于说他与自身永远都是一样的 在圣经中 你找不到一位成长或发展中的神 不论怎样 对我来说 认为神多变是不可能的 原因如下 对一个道德人来说 改变有三种可能 有好到坏 有坏到好 或第三种 从懵懂到成熟 或从一个级别到另一个级别 这是考虑到道德品质的稳定性 人的改变是从里面进行的 可以清楚地说 神不会在这三种方向上改变 这点我们应该都非常清楚 他的完美排除了任何变化的可能 神不会变得更好 因为他是全然圣洁的 他现在的圣洁绝不比过去少 也绝不会比以往和将来更圣洁 神不会变得更糟糕 对一个无法言传的圣洁的神来说 任何衰退都是不可能的 的确 我相信即使这样思想神 也不可能 因为正当我们努力思想之时 我们思想的对象却已不再是神 而是其他低于神的人或者物 我们所思想的那个他 也许伟大 非常了不起 但却始终是个受造物 不可能是自己自足的造物主 正因为神的道德品质不会改变 所以所有属神的品质亦不会改变 神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 也就是说 他的存在区别于万物 我们已经了解神的自在存在 自己自足 及永恒性 是如何区别于万物的 正因为这些属性 神是神 而非其他生物体 任何存在只要允许一丁点的变化 就不是自在的存在 自己自足 和永恒的 也就不是神了 只有由部分组成的存在 才会改变 因为改变从根本上说 是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关系的改变 或外来元素的加入 由于神是自有的 不是组成的 在他里面没有要改变的部分 由于他是自己自足的 因此他不需要任何外来物 安瑟姆说 一切由部分组成的事物 本身不是一个实体 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复合体 也不同于自身 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可分解 但神啊 没什么比你更好 你不同于此 你不是由部分组成的 也不是复合的存在 但你却是无比真实又统一的神 三位完全相同 没有任何地方与自身不服 三位完全统一的整体 任何概念都不能分割你 神从未改变 他曾是怎样的 将来也是怎样的 神曾说的话永不会改变 受启示的先知 和使徒口中传讲的神 永远不会废去 他的亘古不变性确保了这点 在人的一变性面前 神的不变性最能呈现出完美 在神是不可能有改变的 在人改变是无法逃脱的 人和他所在的世界都不是固定的 总在变化中 每个人此时欢喜和哭泣 彼时工作和享受 然后让位于下一代 如此循环不息 有些诗人在变化无常中找到了 禁于病态的快乐 用小调吟唱着永久的变化之歌 帐篷制造者奥马尔在他的诗中 悲痛又诙谐地吟唱着变化和死亡 这是折磨人类的两种疾病 他告诫制逃工人 不要粗暴地拍打泥土 那也许是你祖父的骨灰 他告诫狂欢者 当你举杯喝红酒的时候 你嘴唇亲吻的 也许是某个很久之前过世的美人 在温和的幽默中 奥马尔甜蜜而忧伤地表达 使得他的诗发出耀眼的美 然而 不论多美 整首长诗是极度悲观的 就像小鸟着迷于毒蛇 却被吞噬 诗人着迷于死亡 世世代代却为死亡摧毁 基督教作家也面临人类的一变性 但他们是健康的 其言辞里蕴含健康的力量 他们已经找到了治愈这大疾病的方法 就是神 他们说神永不改变 变化的规律属于堕落的世界 神却是不变的 在他里面 信徒们找到了永恒的居所 然而同时 变化也是为了神的子民 而非有害于他们 他们的变化是活着的圣灵在做工 保罗说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容上加容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在这个不断变化和堕落的世界里 有信之人也并非全然快乐 他本能地寻找着永恒 然后对那些熟悉而亲切事物的 逝去无限悲伤 法伯尔写道 哦 主啊 我心患了重病 厌恶这无休止的变化 在不停歇地奔走和变化中 生命意识 乏味无比 但在你里面 永无变化 变化也绝换不起一丝回响 法伯尔的诗句 引起每个心灵的共鸣 但我们也许太过哀悼世俗事物 缺乏稳定性 在这个堕落的世界 这种变化的能力 恰是上帝给的礼物 无限宝贵如黄金 足以唤起我们持久的感恩 忏悔的本质 就是从一种人 变成另一种人 撒谎地变为真诚的 偷窃地变为诚实的 淫乱地变为纯洁的 骄傲地变为谦卑的 个人生命的整个道德制的改变了 思想 愿望 和情感都被改变一新 他从此不再是过去的自己 改变是那么的彻底 以至于保罗称过去的这人为 旧人 现在的为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然而 这改变如此彻底和深刻 任何外在的行为 都不能将其显示 因其包含着对另一种 更高生命的接受 旧人 在其最好的时候 也仅是拥有亚当的生命 新人 却拥有神的生命 这绝不是说辞而已 而是真实的 当神把永生注入到人的灵力时 人就脱离他 就有生命的级别 进入到新的更高的生命之列了 永生神在他救赎的过程当中 充分利用了变化 通过连续的改变 最终到达永恒 西伯来书最为清晰地展示了这点 他是除去在先的 为要立定在后的 某种程度上 是对西伯来书的总结 旧的临时的约 已被废除了 新的永存的约取代了他 当替罪羔羊的宝血流出时 公牛和山羊的血的重要性便失去了 律法 祭坛和祭司都是暂时的 一变的 现在神永恒的律法 永远铭刻在活着的人敏感的心灵之上 古老的圣所不在 新的圣所在永恒的天国 那里人子是他永远的祭司 这里我们看出 神运用改变 这个卑微的仆人 来祝福他所赎回的儿女 但他自身是在变化的规律之外 不受宇宙中出现的任何变化影响 十八世纪魏斯里写道 变化的万物都是在宣告 神的亘古不变 再回到实用的问题上来 若有人问 认识神是亘古不变的对我有什么用吗 他难道仅仅是形式上的思辨吗 可能只会给某类特殊的人群 带来某种满足感 但对注重实用性的人来说 就没有真正意义可言性吗 谈到实用性的人 我们指的是 那些沉浸于世俗事物中 对有关基督 他们自身灵魂的福祉 何来是漠不关心的人 对他们来说 此书毫无意义可言 不仅如此 任何慎重对待宗教的书都没有意义 也许大多数人是这样 不论怎样 他们构不成整个人类 仍然有耶和华预留的七千以色列人 未曾向巴黎屈膝 这七千人相信自己被造势为了敬拜神 勇享神的面 他们渴求他现在对罪的态度 同他当初从伊甸园逐出人类时 一模一样 他对罪人的态度 也如他身出手说到的一样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神不会妥协 也不会被劝诱 他不会因劝服而改变自己的话语 也不会回应自私的祷告 在努力寻求神 取悦他 与他交流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记得 所有的改变都在我们这一方 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我们只有达到他说的境地 我们的生活才能被相应地带到 他所启示的旨意当中 且他无限的能力 将借着圣经中 阐明的真理福音 在我们的行为上 及时地永不停息地运作 十八世纪的英国圣诗作者 乔治·沃克这样写道 生命的源泉 美善的泉源 神啊 你永不改变 变化的影子 也无法遮掩你荣耀的权柄 哪一天地球和其力量 或会消解 若这是伟大的造物主你的旨意 但永恒的你 永远不改 西在 今在 永在的耶和华神 是你独有的纪念 第十章 上帝的全知 主啊 你知晓万有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也深知 我一切所行的 我告诉不了你什么 更像你掩藏不了什么 因为都是徒劳 在你全知的光里 我是天真孩童 主啊 谢去我所有的顾虑 因为你知道我所选择的路 你熬恋我 我必如精金 阿门 说神是全知的 是指他拥有完全的知识 因此不需要学习 进一步说 就是神从来不曾学习过 也不可能学习 圣经教导神 从不曾向任何人学习过 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三至十四节 谁曾策夺耶和华的心 或做他的谋事 指教他呢 他与谁商议 谁教导他 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 又将知识教训他 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 保罗在罗马书也提到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这些反问句 都表明了神从曾不学习过 进一步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神是不可能学习的 从永生角度看 若神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方式 接受了他不曾拥有的知识 那他便不是完美的 他就低于自身 以为神必须聆听 某位老师的教诲 尽管那位老师 可能是天使常或六亿天使 那么这思想的对象是人 而不再是智高者 宇宙的造物主了 我相信以否定的方式 认识全知者神 在一定情境下是合适的 由于我们头脑里 对神的认识又少又不清晰 有时通过简单的回答 神不像什么 更有利于理解他 到目前为止 在检视神属性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否定式 我们知道神是没有源头 没有开端的 他不需要协助者 不会改变 在他那里毫无局限 通过指出神不是怎样的去认识他 这种方法圣经中的先知也用过 以赛亚呼求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永在的神耶和华 创造地级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神自己也说过 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这要比那些 以肯定式描写神的专注 告知我们的更多 保罗也用否定式 陈述神永恒的信实 神不会说谎 当天使宣称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时 双重否定 加强了其肯定的意思 神的全知性 不仅圣经中有教导 也可以从别处关于 神的教导中推断出 神完全知道他自己 作为源头和万物的创造者 他自然通晓一切 他瞬间知晓宇宙中的一切存在 任何时间段 包括过去 或已存在了几个世纪 或将来的数个世纪 他拥有关乎所有知识 最完备的知识 神不用吹灰之力 就立即通晓一切物质和每件事情 一切思想和每个头脑 一切灵界和每个灵魂 一切存在和每个存在物 一切受造和每个受造物 一切复合物和每个复合体 一切律力和每个律法 所有关系 原因 思想 奥秘 谜团 感情 渴望 性格 未说出口的秘密 有味的和主治的 以及一切天上的 地上的 有形的 无形的运动 空间 时间 生命 死亡 良善 邪恶 天堂 和地狱 神全然知晓一切 不是对一件事情了解的 比对另一件事情多 而是同等了解 他从不发现什么 从不惊讶 也不稀奇 他也从不寻求信息 或提出问题 除非是在人的心里做工 以求那人的益处 神是自在存在的 自足的 全然知晓他自己 人却不能 除了神的灵 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只有那无限的神能 知道自己的无限 在神的全知里 我们看到 处于对立面的 令人恐惧 和散发魅力的神性 神彻彻底底地 知道每个人 包括那些隐蔽的 不能遗弃的罪 和冒犯人 或神的秘密罪行 不受祝福的灵魂 可能颤颤巍巍 神知道每个托词的弊病 不接那为罪而找的 站不住脚的借口 都因他完全知道 真正的原因 你将我们的罪孽 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 摆在你的面光之中 亚当的后裔 试图在园中树下躲藏 是多么令人恐惧的事 但他们能藏在哪里呢 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说黑暗 必定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 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 我使你不见 黑夜却如白昼发亮 对寻求避难所的我们 福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希望 知道天父全然了解我们 是多么不可言传的甜蜜 在神面前 造谣者绝不能检举我们 敌人绝不能使用指控棒 被遗忘的骷髅 绝不能掀翻秘密的橱柜 暴露我们的过去 以羞辱我们 我们性格中 毋庸置疑的软弱 绝不能让神远离我们 因为他在我们认识 他之先就完全了解我们 且用全辈的知识 呼召我们到他面前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 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地约也不迁移 这是连续 你的耶和华说的 天父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他知道我们生来诡诈 他为了自己的缘故 来拯救我们 当他独生子行走在我们中间时 感受着我们赤裸裸的痛苦 他对我们苦难和逆境的认知 不是理论上的 而是亲身经历的 温暖而又充满同情的 不论什么降临到我们身上 神比任何人都了解和关心我们 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著名诗人 威廉·布莱克在其诗歌 对别人的忧伤中写道 他把自己的喜乐给了一切人 他成了弱小的婴儿 他降为人子 满载人世的疾苦 你的伤悲 他感同身受 不要以为当你叹息时 你的造物主袖手旁观 不要以为你哭泣难过时 你的造物主不再近旁 哦,他自下他的喜乐他摧毁人世的不幸 他一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悲痛 直到悲伤不再 第十一章 上帝的智慧 哦,耶稣基督啊 你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你没有犯罪 我们想要聪明 也想要人所普遍认同的智慧 尽管这智慧是无知的 请你兼顾我们 胜过这些欲望 抛开我们自己的聪明 也离奇自己的愚蠢 奔向你 这个有智慧与权柄的神面前 阿们 在本章简短的学习中 我们带着对神的信心开始 遵照之前的观点 寻求理解不是为了去信 而是信之后以求更好的理解 因此 我们不去证明神的智慧 怀疑的头脑不会信服任何确据 敬拜的心也不需要任何证据 先知 但以理说 神的名士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 他将智慧赐予智慧人 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 直到暗中所有的 光明也与他同居 如众天使的吟唱 神的信徒们这样回应 送赞 荣耀 智慧 感谢 尊贵 权柄 大力 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他们从来没想过 神应该为自己的智慧和权柄 提供证据 难道他是神还不够吗 当基督教神学称神是智慧的时 其真实意思 要比所说的 己所能说的要宽广得多 因为单单一个词 如何能传达那 无法理解的神的 智慧的真实之意 任何词语 在他面前都苍白无力 妙不可及 诗篇作者说 他的智慧无法测夺 基督教神学 努力表达的正是神的无限性 因为无法测夺 这个词描述的是独一性 没有什么词能修饰 我们不会说 更独一或非常无法测夺 在无法测夺面前 我们只能沉默 神确实创造了第二位的智慧 并应受造物最高的益处之需 而给予他们 当与神 无边无际的智慧对比时 人类任何的智慧都渺小得可怜 因此 保罗准确地说 他是独一全智的神 意思是神的智慧在他里面 所有人甚至天使智慧的光芒 也不过是天堂威严宝座涌流出的涌存之光的一种反射 神无法测夺的智慧是一切真理之根 此信条是认识神的其他健全信条的基础 作为神 他不需要知道我们如何看待他 当然我们对他的看法也影响不了他 但是 健康的道德要求 我们把全然完美的智慧 归于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持者 不这么做 我们将与动物无异 在圣经中 当描述神和良善之人的智慧时 总有很强的道德意韵 指的是纯洁 爱和良善 当描述邪恶之人的智慧时 常指精明 这类智慧是诡诈的 错误的 这两类智慧永远对立 事实上 从西奈山或各个他的山顶俯瞰整个世界 会发现其历史正是神的智慧 与狡猾的撒旦及堕落人类的智慧之间的较量 毫无疑问 结果是不完美地俯伏在完美的脚下 神告结果 他叫有智慧地中了自己的诡计 他们所谋的必不成就 纵观所有 唯有全然的智慧 才能设计出完美的结局 并能通过最完美的方式 去实现它 智慧是从开始就能遇见结果 所以没有必要去猜想推测 智慧将每件事情定位 是与世之间适当关联 因此能准确无瑕疵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 神所有的作为都在完美的智慧中实现 首先是为他的荣耀 其次是在最长时段里 为成就大多数人最高的益处 他所有的作为都是智慧的 纯全的 和良善的 三者相通 神的作为好到极致 想象不到还有更好的方式 智慧的神做工的方式 必不是有限的人所能改进的 哦 耶和华呀 你所造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若没有创造 神的智慧将永远尘封在神性无边的深海里 神创造了人 他喜悦人 人也在他里面的喜悦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几个世纪以来 许多人都称自己 不能相信世界的 基本智慧 竟存在着如此之多的谬误 十八世纪 法国作家福尔泰 在他的《憨地德》里 讲述了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 名叫潘格罗氏博士 他经常为 现在的世界是 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的哲学辩护 当然 福尔泰 这位有名的讽识者 乐此不疲地为这老教授设立种种情境 使他的哲学看起来十分荒谬 但基督徒对生命的观点 要比有充足理由的潘格罗氏博士更加实际 认为当下不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时刻 而是一个掩藏在人类堕落 这个巨大灾难和阴影之下的世界 他们不像潘格罗氏一样 提供充足的理由 而是坚称受造之物福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因耐叫他如此的 这里不需要任何努力证明神对人的方式 只是一简单的声明 神的存在就是对他自己的辩护 但是我们的泪水里是有希望的 当基督胜利的号角吹响时 苦难的世界将被带进神儿子荣耀的自由里 对于新造的人来说 黄金时代不是过去而是未来 当他真正来临时 令人惊现的宇宙将看到神真实的智慧 朝我们使来要充满我们 与此同时 我们将希望栖息在独一全治的神 我们的救主里 并耐心等候他美好意志循序渐进地铺展开来 尽管有泪水疼痛和死亡 我们相信 造我们的神 他的智慧和良善无法侧躲 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没有吃惊 不是因他不信 相反 他有着强大的信心 且把荣耀归给神 完全地信赖神有能力施行他所应许的 像亚伯拉罕一样 我们把众多的希望单单寄托在神身上 越过重重黑暗直到黎明破晓 在神里面安息 我相信这才是真实的信心 任何有感觉支撑的信心 都不是真实的信心 耶稣对他说 多玛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了的有福了 信心的见证乃是这样的 不论这个世界看起来多么堕落 依然相信所有神的作为都是完美的 道成肉身的永生子 就是神的大作为之一 我们可以确信这样奇妙的作为 只有那位无限完美的神能做到 大灾 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神所有的作为都是完美无瑕的 赎罪计划就是其中之一 但我们知道的何其少 我们只知道基督救赎的工作 完美地解决了人与神之间的隔绝 并为所信之人打开了天国之门 我们关注的不是去解释 而是去传扬 我确实在想 是否神会让我们明白 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一切 依据使徒彼得 即使天使们渴慕看到十字架上发生的事 他们也不能知晓 福音的传播 重生 圣灵降临到人身上 推翻终极的邪恶 和最终建立起基督公义的王国 所有这些都是从神无限丰富的智慧中涌出 在神宝座四围的天使们 也找不到神的作为中有一丝瑕疵 即使穷极六亿天使和小天使们的智慧 也给不出一个可以改善神作为的建议 我知道 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 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 神这样行 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坚持神的智慧无法测夺的真理 并将其作为我们的信条至关重要 但这还不够 我们必须操练信心 并通过祷告日日带到实践中 积极地相信天父 时常围绕在我们身边 兴起各种环境 为我们现在和永恒的益处不停做工 会带给灵魂真实的祝福 我们大都这样生活过 很少祷告和计划 争权夺利 希望但从不确定任何事 而且常常默默地害怕错过了正确的路 心却永远无法停歇 这是在糟糕 且令人心痛地浪费真理 现在有更好的一条路摆在我们面前 就是巨斥自我聪明 当永生子到成肉身时 他在甜蜜的童真女的子宫里住过一段时间 那里也一片黑暗 当他为世人而死时 遍地都黑暗了 无人得见直到身处 当他从死里复活时 正是黎明时分 没有人看到他复活 好像是神在说 我是谁关乎你的一切 你的希望和平安在我这里 我将做我要做的 最终都会显明给你 但怎么做是我的秘密 相信我 不要惧怕 有良善的神为我们谋最大的益处 有他无法策夺的智慧出谋划策 并有他的能力去实现 我们还缺少什么呢 毫无疑问 万物之中 我们是他最真爱的 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托马斯·布莱克写道 在造物主所有宏大的计划里 他全能的智慧发出璀璨的光芒 透过这奇妙的设计 他的作为述说着属天的荣耀 第十二章 上帝的全能 天父啊 我们曾听你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除非你赋予我们非凡的能力 不然 我们本性中的软弱与罪性 怎能使自己的行为完全呢 主啊 请帮助我们学会 持守住那运行在基督里面的大力 就是那当基督锻造之时 你使他从死里复活 又使他坐在你右手边的强大力量 阿门 看到异象的约翰在启示录中记载 他听见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 也像中水的声音 又像大雷的声音 那声音响彻宇宙 传扬着神的权柄和全能 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 全能者做王了 神的至高权柄和全能相互依存 各自不能独立存在 要做王 神必须拥有权力 要做万王之王 他则必须拥有一切能力 全能Omnibus正指代拥有一切权力 它来自拉丁语 其意思与我们更为熟悉的来自 暗格鲁 撒克逊语的全能 Almighty等同 后者在英文圣经里出现过56次 且只用于神 只有他是全能的 神拥有绝对的 无法理解的能力 是人永远无法拥有的 神启示给我们他的能力 一旦知道了 就意识到他与理性合拍 知道神是无限的 自存的 我们立刻明白他 必须也是全能的 理性必要俯伏跪拜全能神 诗篇作者说 能力都属乎神 保罗也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借着所造之物 可以知晓的 这里我们可以这么推理神的全能 神是有能力的 由于他也是无限的 即没有任何限制 因此他的能力也无任何限制 极为全能 进一步来说 作为自存的造物主神 是一切能力之源 由于源头至少等同于任何由他流出之物 神必然等同一切能力 再次说明他是全能的 神已将他的能力授权给授造物 但作为自足的神 他不会放弃任何他的完美性 能力便是其中之一 他也从没失去过 哪怕极微小的能力 他给予 但从不失去 所有他给予的依然是属他的 会再次回归到他那里 他一定是永永远远的那位全能神 若一个人常常读圣经时保有一颗同理心 应该不会没注意到 圣经中的人与现代人之间明显的差异 我们今天遭遇着世俗化的心智 有信仰的作家们看到的是神 我们看到的却是自然规律 他们的世界是充实的 我们的却是空虚的 他们的世界是生动的和个人的 我们的却是死板的和物质的 神支配着他们的世界 我们的却被自然规律支配着 且总是一再远离神的存在 取代神在百万人心中位置的 自然规律是什么呢? 规律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指 由权威执行的外在规则 如那些反对抢劫或侵扰的法律 另一个是指 宇宙万物所运行的统一方式 但第二个意思被用错了 我们所见的自然只不过 是神通过他的造物 指向他的能力和智慧的现象 不是规律 但我们将他们类比为社会中 由权威实施的规律 科学观察的是 神的能力如何运作 科学家在某处 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 并将它定为规律 通过他的造物 神活动的一致性使得科学家 可以预测自然现象的进程 在神所造的世界 他运作的可靠性 是所有科学真理的基石 科学家的信心建立于此 然后在航海、化学、农业、 医术界等领域 去成就伟大而实用的事情 另一方面 前程者研究的是神 他所关注的不是上帝 沿着他的造物走过的路 留下的脚印 而是上帝亲自踩出的那些路 前程者主要感兴趣的是那位神 万物的源头和所有现象的主人 哲学家赋予神很多名称 我所见的最骇人的是十九 二十世纪德国路德宗神学家 鲁道夫、奥托提供的 这位绝对的 庞然大悟的 永不休止的 一直活动着并紧迫世界的能量 基督徒乐于记住这位紧迫世界的能量 曾说过 我是自有拥有的 最伟大的教师耶稣指导他的门徒 将天父当作一个对他们有个人意义的人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圣经中的人处处都在和这位 绝对的庞然大悟者 做个人化的交谈 只要言语许可这样的谈话 先知和圣徒们与神并肩前行 充满喜乐、温暖、亲密和深深的满足 全能不是所有能力的总和 而是神的一个属性 在其中 基督徒们以及那些坚持永生的人 相信上帝是耶稣的父亲 敬拜的心发现这样的认识 是自己内心生命力量的奇妙之源 其信仰拉近了他与神的关系 那为神能做到任何他想要做的事 在他没有难处 他拥有绝对的能力 宇宙中神有一切的能力 因此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做任何事 他所有的作为都不费吹灰之力 他不消耗精力 不必重新补充 他的自足性 使他不必从外界续界力量 他所消耗的力量 都来自他无限的存在 在其中丰盛的力量 永无削减 十九世纪加拿大长老会的牧师 辛普森 接近中年时 健康衰退 非常沮丧 并准备离开事工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 听到一首简单的黑人圣歌中的 这么两句 在耶稣面前没有难事 没人像他一样工作 诗歌中的信息 像飞剑一般深入辛普森的心 给他的肉体和灵魂 带来了信心与希望 他找了一个退休之地 单独亲近神 一段时间之后 他可以站起来走路 并且身体奇迹般地痊愈了 心中充满喜乐 辛普森建立起了一个团体 它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最大的国外事工团体之一 在遭遇神之后的这三十五年 辛普森全心致力于服侍基督 他坚信 是全能的神给了所有的力量 被他前行 十九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家 宝宁 爵士写道 全能神 在晨辉中 我向你屈膝 连带上曼子的天使们 也俯伏敬拜你 在寂静和孤独中欺慕你 我全智的 全在的朋友 你赐给地球翡翠 搬的袍子 和洁白的雪 璀璨的阳光和柔和的月光 都向你屈膝 第十三章 上帝的超越性 哦 主啊 我们的主 天上地下 无人能像你 尊大 尊贵 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 权柄 荣耀也是你的 直到永远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首 阿门 提到超乎众人之上的神 意思当然是他远远高过被造的宇宙 高于人的思想 然而 要正确地理解这点 必须牢牢记住远远高于所指的不是物理距离 而是关乎生命的特质 我们重视的既不是空间方位 也不是海拔高度 而是生命 神是灵 量值和距离对他毫无意义而言 但对我们却非常有用 正如类比和图解对我们有用一样 当神对我们有限的理解力说话时 往往使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如以赛亚书出现的那只高智商 永远长存 名为圣者的如此说 这里就高度 神的话给出了明显的印象 这是因为我们居住在有时空概念的物质世界里 往往是按照思想物质的方式看待别物 只有在和食物做某种联系时 我们才可以掌握抽象概念 要挣脱这个物质世界语言的锁链 则必须学会把圣灵教导我们所用的语言 提升到神的世界里 圣灵赋予物质意义 没有圣灵 物质最终会失去价值 举例来说 一个旅游团队正在游览观光 有个小孩在山里迷路了 立刻 所有人的心思全被改变 不再是全神贯注地欣赏大自然的壮丽 而是着急于孩子的安危 很快 人群在山坡上散开 急切呼喊着孩子的名字 焦急地在每个可能的角落搜索孩子 是什么带来这突然的改变 树木素裹着的山依然助力着 耸入云端 美得惊人 现在却无人理会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不到两岁 少于三十磅重的卷发 小女孩身上 尽管是如此小的新生儿 对她的父母亲友来说 却比他们几分钟前观赏过的巨大而古老的山 更加宝贵 在他们看来 包括整个文明世界也一致认为 小女孩会爱 会笑 会说话 会祷告 但山却不会 是孩子的生命特质赋予了其价值 但我们绝不能像方才比较孩子和山一样 将神与任何其他生命比较 我们也绝不能把神当作生物次序中最高一级 从单细胞到鱼类 从飞禽走兽到人 从天使到神的治天使再到神 这是承认神显赫的地位 但即使是超显赫 都不够 我们必须把超乎众人之上这个词最丰富的含义赋予神 神永远与众不同 存在无法靠近的光中 他远远高于天使掌 就像他远远高于毛毛虫一样 天使掌和毛毛虫之间的距离是有限的 但他们和神之间的鸿沟却是无限的 尽管毛毛虫和天使掌之间相距甚远 但两者都是受造物 同属非神的范畴 并与神被无限永久隔开 在一颗敬拜神的心中 沉默和冲动永远斗争着 以撒 华子写道 罪人怎敢歌唱你的荣耀与恩典 我们遥远地俯伏在你的脚下 能看到的就只是你的影子 是神使我们的心寻求他 并让我们一定程度上认识他 而人哪怕尽绵薄之力 去宣扬神的明都让他喜悦 认识到这点会让我们释然 若有天使来到人间 听到繁忙人类的喋喋不休 他会觉得多么没有意义 在他看来 眼前这一切很奇怪 每周讲坛上所讲的 听起来多么平淡和无意 枯燥与空虚 若这位天使在地上宣讲福音 他会不谈及神吗 他对神狂喜的描述会不吸引听众吗 听他之后我们会同意再听任何无关神学或神论的谈话吗 我们难道不会告诉那些传道者以神给的意向开口 否则就干脆不要说话吗 诗篇的作者领悟到恶人的罪过 恶人在心中说 我眼中不怕神 诗篇作者解释道 如此的言谈显露出我们内里的罪 当人不再敬畏神时 会毫不迟疑地违反神的律法 当对神的敬畏消失 敬畏就不再有威慑力 古人的信仰被认为是凡是敬畏神和存畏惧事奉耶和华 不管他们与神多么亲密 祷告多么勇敢 他们信仰生活的底子是无比敬畏神的 整本圣经都渗透着神超乎众人之上的概念 这也使得圣徒的形象有声有色 对神的敬畏感不仅仅是对自然危险的忧据 还是一种理性难以理解的恐惧 是在全能神面前严重感觉到个人的不足 在圣经时代不论神在哪里出现 结果都是一样的 一种排山倒海式的沮丧和恐惧 一种极度痛苦的内疚和罪感 当神说话时 亚伯拉罕俯伏在地聆听 摩西看到神险现在荆棘火焰中时 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当以赛亚在异象中看到神时 哀痛呼求道 祸灾 他坦言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先知但以理遭遇神的经历 大概是所有他们中最可怕 也是最美妙的 他举目看到一位身体如水苍玉 面貌如闪电 眼目如火把 手和脚如光明的铜 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 随后他写道 这一项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 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 他们却大大战惊 逃跑隐藏 只剩下我一人 我见了这一项便浑身无力 面貌失色 毫无力气 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 一听见就面浮在地沉睡了 这些经历表明 一旦神超乎众人之上的异象出现 人与神之间所有的冲突 都将很快终止 这人便向神投降 如被主征服的保罗一样 会问 主啊 你要我做什么呢 相反的 现代基督徒相当自信 普遍的轻浮态度 呈现在我们诸多的聚会当中 对神的极度不尊重 足以说明其内心的无知与盲目 许多人自称是基督徒 口中常讲着神 有时候向神祷告祷告 但很明显却不知道神是谁 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全员 但这种非常的敬畏 却很难在现今基督徒身上找到 诗人戈德 曾与他的朋友艾克曼聊天 当戈德思索到宗教 提到对神明称滥用的时候 他说道 人们总是将那位不可理解的 超越人思想的至高者 看得跟自己一样 否则便不会说神啊 亲爱的神 善良的神啊 这些表达对他们来说 尤其对嘴里日日提及神的 神职人员来说 不过是一个短语 贫瘠的没有附加丝毫思考 若他们真认识到神的伟大 他们便会瞠目结舌 因尊敬他而不愿称呼他的名 十九世纪美国的医生和诗人 奥利弗·温德尔·赫尔姆斯写道 万有之主啊 坐在遥不可及的宝座上 日月星辰述说你的荣耀 万有的灵魂与中心 你如此靠近每颗爱心 天上 地下 生命之主 你的光是真理 你的温暖是爱 在你永远闪耀的宝座前 我们不求自己光亮 第十四章 上帝的权在 天父啊 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但我们的知识不过是真理的影子 几乎难以品尝到 属灵的甘甜 这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也是我们内心深处软弱的缘由 请帮助我们做出补救 因为必须这样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经历到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的真正含义 阿门 Present 一词 是在这里 靠近 左右的意思 前缀奥密赋予其普遍性 因此 神全在性 Almipresent 是指神在每个地方 近每个事物 在每个人左右 圣经中教导的神的全在性 十分清晰 支持此教义的章节 也非常清楚 很难去误解他 经文告诉神无处不在 凡他所造的 天上 地下 阴间无处可以躲避神的面 圣经也教导神可同时 既在近处又在远处 在神里面 人存在着 行动着 活着 同样可信的是 圣经促使我们认为 神是无所不在的 以此可以解释其他关于神的教导 举例来说 圣经教导神是无限的 这意味着他的存在没有界限 因此他的存在没有限制 他是无所不在的 他的无限围绕 包含着有限的造物 在他之外 没有活物 就像海洋对鱿鱼 天空对飞鸟一样 神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 中世纪出生在拉瓦丹的 《何德伯特神父》写道 神在万有之上 万有之下 万有之外 在万有之内却不被封闭 在万有之外却不被隔绝 在万有之上 不是被高举 在万有之下不是被推倒 完全在上 主管万有 完全在下 支撑万有 完全在内 充满万有 全面地相信神的 无所不在 在很多神学思想领域 颇有实际意义 直接影响到了一些宗教方面的问题 比如什么是世界的本质 这个问题 几乎在每个时代 每个文化 困扰着爱思考的人们 到底这个世界 是由物质运作的物质世界 还是由看不见的力量 运作的属灵的世界 这个内部互相联系的世界 能够解释它自身 还是它隐藏在奥秘当中 万物的存在 既是起点 又是终点 还是它起源于 更高更远的某处 基督教神学宣称 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它既不推测 也不提供一种观点 而是将耶和华如此说 作为其权威 它毫不怀疑地认为 这个世界是属灵的 起源于灵 从灵里涌出 本质上是属灵的 若没有圣灵居住在其中 这个世界将毫无意义 神无处不在的信条 关联到 人和他自身所在的 宇宙间的关系 神的全在性赋予 所有其他真理 以意义 给人微不足道的生活 以至高的价值 神在这里 靠近人 在他左右 这位神懂他 知道他的一切 信仰 就是始于这里 也许会慢慢加入 其他上千个真理 但最终都要回到神的 全在性那里 即神存在和神 就在这里 西伯来书中说 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基督也说 你们信神 也当信 不管 也后面加上什么 都将是 信神 这个基础之上的 上层建筑 也不论加得有多高 他始终将根本稳定 扎在信神 这个基础上 新约教导 神借着道 创造了世界 道被认为是 三位一体中的圣子 圣子在道成肉身之前 就出现在世上 道创造了万有之后 仍在造物中 维持着万有 同时 他作为道德的光 引导着人 分辨善恶 宇宙运转有序 不是靠客观规律 乃是靠圣子的创造力 普遍存在的道 印度教士霍尔姆斯 讲述自己看到 印度教教徒 轻轻拍打树和石头 低声对 也许会注留在里面的神灵 问道 你在吗 你在吗 在完全的谦卑里 霍尔姆斯带来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 神确实在哪 他在哪 就像他在这一样 他在每处 不限于树木和石头 而是自由地充满整个宇宙 靠近每个事物 在每个人左右 借着耶稣基督 靠近每颗爱心 神无处不在的信条 永远决定了这点 此真理能深深地 安慰悲伤中的基督徒 是他们多变的生活经历中 稳定地依靠 对他们来说 经历神的存在 不是去实现 那个头脑里 凭空想象的神的存在 而是去真真切切地 感受神的面 及所有健全神学 声称的客观存在的实体 其存在不受任何造物的 理解所影响 经历神的存在 不是虚幻的 而是真真实实的 确定神永远在我们近旁 时刻存在于造物中 比我们的思考更靠近我们 使得我们在绝大多数时间 维持较高的道德幸福心境 但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这样 许诺所有的信徒 持久的幸福感不太诚实 也不限时去期望如此 孩子疼痛的时候会哭 即使是在母亲的怀里 基督徒知道 自己虽然有时候 是哪般的挣扎 却能感知神的面 即使常常喜乐的保罗 也承认有时痛苦 因我们的缘故 基督经历了大声哀哭和流泪祷告 即使他从未离开父的怀里 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这样的世界 眼泪有其疗伤的功效 治愈的相高 从神的圣衣里提炼而出 使得我们的疾病 在致命之前被治愈 明白我们永远不孤单 可以平静我们生活的波涛 平息我们灵魂的风暴 圣经和理性都宣称 神的全在性 需要我们做的事学着在经历中去体会 二十世纪穆迪圣经学院和哥伦比亚 圣经学院的教授 兼牧师艾伦·弗里斯信中的一句话 总结了其他人的见证 明白神存在是一种祝福 但若感到祂的存在便是全然幸福 格哈德特斯提根的诗写道 神启示了的祂存在 让我们现在就静慕祂 带着敬畏 跪拜在祂面前 单单只有祂 我们的神 祂是主 我们的救主 永远赞美祂的名 神与我们同在 天堂里天使们心存敬畏地服侍祂 第十五章 上帝的信实 哦 要称谢耶和华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实在美好 早晨传扬你的慈爱 夜晚传扬你的信实 这本为美事 你的爱子 在地上怎样忠于祂的天赋 现在 在天国也怎样地忠于我们 祂在地上的弟兄姊妹 明白这点 将更加坚固 我们对未来的信心 阿门 如前面所强调的 神的属性 并非是一个个孤立存在的特点 而是构成统一体神的不同方面 也非属性内部含有的东西 而是对我们完美整体的神的思考 是给任何我们所知的 真实神性的种种称谓 要正确理解神的属性 必须将它们看成是一体的 我们可以分别思考神的属性 但它们本身却不可分割 尼古拉斯说 归在神身上的属性 在实际中不会有所区别 考虑到神是完美与简单的统一 尽管我们用了不同的词 以不同的方式描述神 因此 尽管我们以词的不同意义赋予神是觉 听觉 味觉 嗅觉 触觉 感觉 理性 与才智等等 但在神那里 视觉就是听觉 或者是味觉 嗅觉 触觉 感觉 理解力 因此所有的神学思想被认为组成一个圆 神的任何属性之一 都是对其他属性的确认 在学习任何神的属性中 所有属性的一体性很快凸显出来 比如 如果神是自存的 他必须是自足的 如果神有能力 是无限的 他必是全能的 如果他拥有知识 他的无限性 使我们确信他拥有完全的知识 类似的 他的不变性预先假定了他的信实 如果他不会改变 他就不会不信实 因为不信实要求 他是变化的 任何神的属性中的缺失 将推出神的不完美 由于神是完美的 这便绝不会发生 从而 属性之间互为解释 且证明了这仅是人的头脑享受 对绝对完美神性的一片 所有神的作为和他的属性都是一致的 没有哪个属性与其他的相抵触 所有属性和谐地存在着 且在神性无限的深邃里互相融合 神所做的与神的身份吻合 神的存在和所为是一体的 通常认为神的公义和怜悯 不可同时统一在他身上 这实际上是错误的 认为神一会倾向于这个属性 一会倾向于那个 等于认为神对自己没把握 沮丧中情绪不稳 这当然在说 我们思考的神不是真神 而是软弱的 在反思自己时缺乏中心 神是他自己 一刻都不曾也不会停止成为自己 也正因为是他自己 他的行为不会违背自己的品格 他同时是信实的又是不变的 因此他的言行必须保持信实 由于欲望 恐惧 软弱 失了兴趣 或受外部强大的影响 人会变得不忠实 很明显 这些力量没有哪个能以任何方式影响神 他是怎样的吉他怎样做 原因都出于他自身 外部力量不能驱使他 他的言行全出于内力 即让他喜悦的意志 我想这也许说明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几乎所有折磨教会的异端 都起源于相信不属神的东西 或者过度强调一些对的事情 去遮盖其他同等真实的事 夸大任何一个神的属性 排斥其他属性 就是将神学推向泥沼之中 而我们常常不由自主的那样做 例如 圣经教导神是爱 有些人过度强调此点 却实际上否认同是圣经教导的神的公义 有些人过度强调神的良善 以至于认为他和神的圣洁冲突 或者过于宣讲神的同情 而抵消关于他的其他真理 仍旧有些人把神的权能理解为破坏 或者其理解降低了神的良善与爱 只有敢于相信一切神所说的 我们才能对真理持有正确的观点 无知的人不喜欢神显明的某些特征 而将其随意删除 那么他实在要担当严重的责任 我们因盲目而自以为是 才去做这样的事 这完全不宜 我们不必畏惧保存圣经记载的真理 神的属性之间没有冲突 他的存在是统一的 他自身不可分割 他的任何一个属性都不会再给定时间内工作 而其他的却休息或闲置 神的身份必须和他所做的一致 公义显示在怜悯里 爱显示在审判里 神所有的属性都如此 神的信实是健全神学的基础 对信徒来说意义则更为深远 他从成为信徒的知识 进而成为滋养他们灵魂的食粮 圣经不仅教导真理 还告诉人们他们的用途 受神启示的作者和我们一样 有热情 神对他们来说是一把剑 一个盾牌 一把铁锤 是他们生命的动力 美好的希望 有信的期望 从客观的事实来看 他们将此应用到个人生活中 产生出数不尽的喜乐 诗篇里回想着对神信实的欢呼和感恩 新约延续此主题 庆祝忠诚的天父 和在本丢比拉多前做过 美好见证的圣子耶稣 在启示录里 可以看到骑着白马 朝着胜利的基督 他的名是信实 是真理 基督徒的歌曲 也在赞美神的属性 神的信实 便是其中之一 在我们的赞美诗里 最好的意境就是 神的属性成为全员 流淌出欢乐的旋律 在一些古老的赞美诗集中 可以找到也许连名字都没有的赞美诗 开头的邪体往往告诉了主题 敬拜的心在此找到了喜乐 诗歌的名字如 庆贺荣耀之神的完美 神的智慧 威严和良善 神的全知 神的全能和永不改变 神的荣耀 怜悯和恩典 这些都是从1849年出版的赞美诗集中选取的 熟悉圣诗的知道 圣歌起源于早期教会的兴起 从一开始 信仰完美的神就给信的心仪 甜蜜的确聚 并代代传唱下来 神的信实 是我们未来全部的幸福与希望 只有祂是信实的 祂所立的约才会永在 祂的应许才是荣耀的 只有完全信赖祂的信实 我们才会有平安 并带着信心展望未来 每个人根据需要都可以将神的信实 应用到生活中 并从中得出真理许可的结论 不论是受试探的 焦虑的 畏惧的 和失了信心的 若认识到天父是信实的 都可以找到新的愉悦和希望 神必永远忠于祂的承诺 没能守神约的 要信神永远不会挪走祂的慈爱 也不会失去祂的信实 以撒 华子写道 将希望夥于以色列神的人要幸福了 那位神创造穷仓 陆地和海洋 使造物各从其类 祂的真理永远安然助力 祂拯救压迫的 养活贫穷的 在祂的应许没有落空的 第十六章 上帝的良善 哦 主啊 求祢 随祢的美意善待我们 不要以我们应得的待我们 而是因祢是神 这样 我们便无需惧怕这个世界 与那即将到来之事 阿门 各这个词对不同人 有不同的含义 因此 简短的本章 已对它的定义开始 这里我们只用同一词 从不同的路径 去理解神的良善 当基督教神学说神是良善的 这与说它是公义的或圣洁的不一样 不论神所启示的自己如何 在天上神圣洁的号角吹响 在地上他的信徒做出回响 然而此时 我们考虑的不是他的圣洁 而是他的良善 神的良善 是说他是和蔼的 热忱的 善意的 和对人有一切美好的意愿 他心肠软 富有同情心 他对所有人敞开 直率 态度友好 不会改变 因为他天性如此 他倾向于赐下祝福 他子民的幸福让他喜悦 圣经每一页都传讲着神的良善 我们必须坚信此点 如同坚信神的宝座一般 这是所有健全神学的基石 和健康道德之必须 若认为神不是良善的 就是否认所有思想的正确性 否定每一个道德判断 如果神不良善 那么慈爱和残酷就没有区别 天堂可以是地狱 地狱也可以是天堂 神每日赐下的所有祝福的背后 都是他的良善 神创造了我们 因为他心良善 同样地 因良善他赎回我们 生活在早我们六百年前的英国修女诺维奇 清晰地看到地上所有的祝福 都是出于神的美善 他的短小的经典作品 《神爱的启示》 非常优美与敏锐 此书第六章开头写道 这本小书是为使我们的灵魂学着智慧 紧紧抓住神的良善 然后他列举了一些 神为了我们所完成的大能的作为 并在每个后面都加注因为他的良善 他认为我们所有的宗教活动 及每一个给予 不论是多么正确和有用 都算不了什么 直到我们明白 神无与伦比的 自发的良善是这一切 以及他所有作为的支撑 作为属性之一的神的良善 是自因的 无限的 完美的 和永恒的 由于神是不变的 他慈爱的程度不会变化 他过去不会比现在更仁慈 将来也不会比现在少慈爱 他从不偏待任何人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于给异人也给不异的人 他的良善源于自身 接受他良善的人都是不配得的 且是无需回报的受益者 人的理性与智慧认可这点 并一致承认 人的行为里 即使是最纯洁最美好的 也无价值 神的良善一直都是 我们各种期待的基础 悔改尽管是必须的 并不值得称赞 那是接受神善意赐予的宽恕的条件 祷告本身也不值得称赞 神没有义务去回答 也不亏欠任何人 他垂听祷告 因为他是良善的 除此之外 并无其他原因 信仿也无甚可称赞的 仅仅说明对神的良善有信心 没有信仰 则表明不认识这位圣洁的神 如果相信晴空之下 我们都和睦友好的居住着 天上的神满有权力和威严 却仍然渴望与我们为友 那么整个人类的前景可能会扭转 但是最使我们胆怯和极度自我 多年被逆神的习惯 已在我们心中滋生畏惧 非一朝一夕可以克服 被鲁之徒与王征战多年 怎甘心来到王面前 但如果人真的忏悔 就会来到神面前 信任他唯一慈爱的救主 神则既往不救 中世纪的神学家 麦斯特·艾克哈特 鼓励我们记住 当我们转向神时 即使我们的罪底的上 人类所有的罪 神也不会拿我们的过去 惩罚我们 而是对我们有极大的信心 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 有人尽管过去犯了罪 现在真诚地想与神和解 也许他还是会小心翼翼地询问 如果我到神面前 他会怎样对我呢 他会有怎样的情绪呢 答案是 你会发现他和耶稣一模一样 耶稣说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基督行走在地上 他会告诉那些 对神持有错误观念的人 神真正的样子 这是耶稣为人子时 所做的事情之一 且做得完美至极 因耶稣我们知道 神是如何对待人的 虚伪不真诚地认为 他冷若冰霜 忏悔地会发现 他慈爱怜悯 自责的人会发现 他宽宏大量 他亲切地对待惧怕的 原谅灵理贫穷的 体贴那些无知的 温柔地对待软弱的 友好的对待陌生人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态度 知道神是否接受我们 虽然神的慈爱是无边的 涌流着真挚的泉源 但他不会将他的注意力 强留在人身上 若像浪子一样被接待 我们则必如浪子一样归来 当我们真正悔改时 即使法利赛人和文士 在外边运怒 里面会有欢迎我们的言习 欢快的音乐和舞蹈 就像天父再赐得着 他的儿子一样 神的伟大唤醒了 我们里面的敬畏 但是他的良善 鼓励我们不用惧怕他 敬畏而不惧怕 这就是信仰的自相矛盾之处 魏斯里写道 哦 神啊 我的希望 我在天堂的居所 我在地上所有的幸福 请回答我穷追不舍的请求 以你的良善 是我 是我 你赐福的脸流露出 那永恒之日的亮光 请你所有的良善经过 我被信心点亮的双眸 我的双眼要赞美你的良善 但愿地见你的笑脸 住在我灵里的你传扬 并显明你的爱 荣耀你的名 第十七章 上帝的公义 天父 我们爱你的公义 我们承认 你的审判真实又公平 你的公义 称其宇宙中的秩序 给所有信你的以安全感 我们活着 因为你是公义和怜悯的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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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神 你所有的作为都是公义和圣洁的 阿门 在圣经中 公平和公义几乎没有区别 在西伯来语中是同一个词 到了英文圣经那里 就变成了justice和righteousness 或许是译者的一时兴起 关于神的公平 旧约的语言 清晰而饱满 几乎在人类作品中 难以找到这么美的语言 当知道神要毁灭所多玛城 亚伯拉罕为这城里的义人求情 提到神在人类危机的时候 会如何行 将义人与恶人同杀 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 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审判权利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 诗篇作者和以色列的先知们 如此看待神 认为他是全能的统治者 无比至高 公正地治理权地 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 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 有预言说 弥撒亚要历经长久的等候 当他来的时候 他会以公义审判世人 以公平判断贫穷人 圣洁的人有同情心 对地上统治者的不公正发怒 祷告说 耶和华呀 你是深渊的神 深渊的神啊 求你发出光来 审判世界的主啊 求你挺身而立 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 耶和华呀 恶人夸圣 要到几时呢 要到几时呢 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渴望 渴望见到道德公正盛行于人类社会 而不是为个人报复而发的请求 对比神的公义 大卫 但以理这样的人承认自己的不义 他们痛悔万分 在祷告中获得大能和影响 主啊 你是公义的 我们是脸上蒙羞的 当神长期克制的审判 开始降临在地上时 约翰看到得胜的圣人 站在玻璃海上 其中有火掺杂 拿着神的琴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 歌曲的主题就是神的公义 主神 全能者呀 你的作为大灾 其灾 万世之王啊 你的道徒异灾 成灾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以你公义的作为 已经显出来了 公平体现了道德公正的观念 而不公平恰恰相反 人的想法与行为中缺少平等 就是不公平 审判是为做到道德公正 根据处于审判之下的这个人的行为 与心是否公正 来决定结果对他有利或者不利 有时候人会说公义要求神如此做 这个想法和说法都是错误的 因为他假定在神之外有一个公义的原则 迫使神照此而行 当然没有这样的原则 如果有 他必定高于神 因为只有上级才可以要求下级的顺服 事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原则 在神之外 绝不可能有什么可以号令他 哪怕一丝一毫 一切神行为的原因 都来自他是自在的存在 非被造出 不曾有什么进入到神里面 也没有什么被拿走 一切都不曾改变 我们把公平用在神身上时 指的是他的存在及行为方式 当神行公义时 他不是要顺从一个独立于他之外的准则 而仅仅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做他自己 正如黄金是一种元素一样 不会被改变 也不会妥协 无论你在何处发现它 都是黄金 因此 神永远是神 是独有 完全的神 永远不会成为另一个他 宇宙中的一切 符合神本性的都是善的 否则都是恶的 神就是他自存的道德公正的原则 当他审判恶人或酬劳一人时 他是在做自己 不受任何外在的影响 这一切似乎会摧毁掉解释罪人回转的希望 但这仅仅是似乎 基督教哲学家 坎特伯雷士的大主教安瑟姆找到了一个方案来解决神的公义和怜悯之间明显的冲突 他询问神 如果你是完全的和至高的公义 你怎样赦免恶人 然后他盯着神 等待回答 因为他明白答案就在神是他自己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安瑟姆的答案 神的存在是统一的 不是由部分和谐的组成 而是统为一 他的公义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的怜悯 有时候把神想象成法庭上一个和蔼的法官 迫于法律条文 流着泪 道着歉 宣判一个人死刑 这样的想法与真实的神根本不匹配 神永远不会和自己有冲突 神的属性之间也不互相冲突 神的同情心从他的良善而来 没有公义 他的良善便不是良善 神饶恕我们因为他是良善的 他若不公义 他便不良善 安瑟姆总结说 当神惩罚恶人时 是公义的 因为这与他们应得的一致 当神饶恕恶人时 是公义的 因为这与神的良善是兼容的 因此神所作为的就是至善的神 这是理性在寻找理解 不是也许相信 而是已经相信 神既公义又让罪人称义 可以在基督救赎的信条中 找到更熟悉和通俗易懂的回答 借着基督的救赎 当神赦免罪人时 他的公义不是被违背反而被实行了 此信条教导 只有当神的公义实行之时 他对人的怜悯才生效 神的公义要求对罪做出惩罚 他的救赎方案是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这在不信之人听起来是多么不愉快 但对有信之人却是甜蜜的 这信息使数百万人在道德和精神上彻底改变 他们活着时大有道德能力 平安离去时仍安然信靠他 神的公义必须要行 且他的第十七章 上帝的公义 天父 我们爱你的公义 我们承认你的审判真实又公平 你的公义撑起宇宙中的秩序 给所有信你的以安全感 我们活着 因为你是公义和怜悯的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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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神 你所有的作为都是公义和圣洁的 阿门 在圣经中 公平和公义几乎没有区别 在西伯来语中是同一个词 到了英文圣经那里 就变成了justice和righteousness 或许是译者的意识兴起 关于神的公平 旧约的语言清晰而饱满 几乎在人类作品中 难以找到这么美的语言 当知道神要毁灭所多玛城 亚伯拉罕为这城里的义人求情 提到神在人类危机的时候 会如何行 将一人与恶人同杀 将一人与恶人一样看待 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审判权力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 诗篇作者和以色列的先知们 如此看待神 认为他是全能的统治者 无比至高 公正地治理权力 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 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 有预言说 弥撒亚要历经长久的等候 当他来的时候 他会以公义审判世人 以公平判断贫穷人 圣洁的人有同情心 对地上统治者的不公正发怒 祷告说 耶和华呀 你是深渊的神 深渊的神啊 求你发出光来 审判世界的主啊 求你挺身而立 使骄傲人 受应得的报应 第十八章 上帝的怜悯 圣父 你的智慧激起我们 对你的敬仰 你的大能 令人肃然起敬 你的出现 让每一个地方 成为圣地 我们以为 最不需要你的怜悯 主啊 教会我们 怎么感谢你的怜悯 都不够 因他给陈辉以美丽 便哀悼为喜乐 给忧伤的灵赐下赞美之一 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祝福 和赞美你的怜悯 阿们 借着永约之血 我们这些罪人 最终到达了天界 如果我们有一百架竖琴 但最甜美的 莫过于那个能够完全 奏出传羊神怜悯的音符 为什么我们可以来到天界 我们来到神面前 岂是因为罪吗 岂是因为悖逆的 我们伺机罢处 创造之君王的荣耀吗 岂是因为我们在其中 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 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吗 岂是因为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 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吗 但我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 心里与他为敌 而今我们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必写在我们的额上 本应被流放的我们 竟得享用圣餐 配得阴间痛苦的我们 竟能体会天堂的极乐 所有的这些 都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较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英国十七 十八世纪的诗人 约瑟夫·艾迪生写道 我的灵魂追寻着神你的怜悯 我不能明白你所与的何所为的 在精益和爱中 我沉醉在赞美你的荣耀里 怜悯是神的一种属性 是指神在处理事情时 富有的同情心 神性中的无限 和永不枯竭的经历 新旧约都在传扬神的怜悯 旧约中的要比新约多出四倍 我们应当永远从脑中消除 这种常见的错误 认为以色列的神 只负责公义与审判 怜悯和恩典 只属于教会的主 原则上 旧约与新约之间 是没有区别的 新约是对救赎真理 更好的发展 独一的神 虽在旧约和新约时代说话 他所行的与他所示的 却无比一致 无论何时何地 神出现在人前时 他所行的正是他自己 不管是在伊甸园 还是克西玛尼园 神都是一样的 既怜悯又公义 他总以怜悯待人 当怜悯被轻视时 他会以公义相待 在洪水时代之前如此 当基督行走在人间时如此 今天的和将来的神都如此 不因其他 只因他是神 倘若我们铭记 神的怜悯不是暂时的一种情绪 而是永在的一种属性 我们便不用惧怕 他某天会终止 神的怜悯是 稀在 今在 永在的 他绝不会更多或更少 因为他自身是无限的 不论天上 地上 还是阴间 已发生的或将要出现的 都不能改变神怜悯的心肠 他的怜悯与同情永住 势不可挡 永无止境 正如道德的不公正 必遭遇神的审判一样 人类的悔罪和苦难 必有神的怜悯相顾 世上若没有罪孽 痛苦和眼泪 神无限的怜悯 也许会隐藏在自己心里 不畏受造的宇宙所知 没人需要怜悯 也就没有歌颂怜悯的声音响起 唤起神怜悯的正是 人类的苦难和罪恶 求主怜悯 基督怜悯 教会这样祈求了数个世纪 但如果我没有误会 我听到的是 绝望中痛苦祈求的声音 教会往往一次又一次 在无声的绝望中哀伤的哭泣 使人以为他在祷告一个永远不曾 奢望得到的恩惠 他也许会继续尽职尽 帝哥宋神的伟大 无数次的莫颂教义 但他所祈求的怜悯听起来了无希望 怜悯就像一种属天的礼物 只能渴望 却永远无法真实拥有 若我们没能抓住 那些意识中的经历过的怜悯 以及之后带来的纯粹的喜乐 会导致我们不信或者无知 或者两者兼有吗 会的 以色列就曾有过 保罗做见证 我可以证明 他们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他们没信心 是因为至少有一件事 他们不晓得 这件事意义重大 西伯来书记载 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 听见的道于 他们无异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于所听见的道调和 要接受恩典 我们必须首先明白神是怜悯的 知道他曾怜悯过诺亚 亚伯拉罕 大卫 以及将来某天他 仍会显示怜悯 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相信他的怜悯 是无止境的 白白得来的 而且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我们今天仍旧可以享有 我们或许一生都在不幸中 祈求怜悯 甚至在最后的日子 仍然悲哀的期望 在某时某地可以得到他 这就相当于 我们已被圣情邀请参加宴席 却始终徘徊在殿外 最终饿死 或许我们能 若我们愿意 用信心依靠神的怜悯 大胆而热切地踏入殿堂 不受羞怯的不信阻挠 坐下来享用 他为我们摆设的言习 魏斯里写道 兴起 我的灵魂 兴起吧 抖落掉愧疚和惧怕 耶稣宝血的牺牲 为了我而洒 因此在施恩的宝座前 我坦然无惧 他的手中写着我的名字 我的神与我和好了 他宽恕的声音 传到我的耳朵 我成为他的子女 便可以不再惧怕 带着信心亲近神 呼叫 父啊 阿爸 父 第十九章 上帝的恩典 全然赐恩惠的神 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请赐予我们相信的心 相信在你的爱子里 已被接纳 请赐予我们心智 去瞻仰完美的道德智慧 发现可以保守 属天纯全的方法 接纳我们 我们经其诧异 如此圣洁 又令人畏惧的这一位神境 邀请我们进入你的言习 以爱为其在我以上 我们表达 不出自己的感激之情 但是你已经被写入 我们的心坎 阿门 在神怜悯和恩典是一体的 当他们临到我们 我们则把它看作是两个 它们相关 但不完全相同 就像怜悯是神对人类的苦难 与悔罪所施的美善 恩典则是他对人类的 罪和过失所事的良善 正因他的恩典 神将本不存在人身上的 美德归给人 并宣告他以前 所欠的债都没有了 恩典出于神的美意 赐给不配之人好处 他是自存的 内在于神性的 在我们看来 他自因的同情受苦的 宽恕悔罪的 接受被遗弃的 是先前受谴责的蒙恩惠 他拯救我们罪人 叫我们与基督耶稣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使我们永生受益的 使神成为他自己 因为他是神 他高举我们的头 使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囚徒 脱去囚服换上巢服 终身常在他面前吃饭 追溯恩典的历史 他诞生于神的胸膛 这令人敬畏又无法理解的造物主 他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的管道 流向我们 靠着神的恩典得救赎的保罗 从来没有将他与耶稣的十字架分离 在他的教导中 会发现这两者本为一体 不可分离 在保罗的以福所书中 可以找到关于此主题全辈的总结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的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的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约翰福音里记载 基督是恩典抵达人类的中宝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但在这里 很容易远离真道 误入歧途 已经有人这样做了 他们将这节经文独立出来 认为他与圣经中其他教导恩典的经文没有关系 并且以为摩西只懂律法 基督只懂恩典 因此旧约被看成是一本律法书 而新约被看成是一本恩典之书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给人 但并非摩西创立 他在世界存在已先就在神的心里了 在西奈山 他成为以色列民族的法典 但律法里体现的道德原则是永恒的 从来没有哪个时间 律法不代表神对人的旨意 也没有哪个时间 违反他不会带来惩罚 尽管神是耐心的 对待因无知而做错事的人们 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罗马书的第三章和第五章里 保罗清晰而紧密地论证了这点 基督教道德的全员是基督的爱 不是摩西律法 不过律法所包含的道德准则不曾被废除 特权阶级违背了律法要求的公义不能被豁免 旧约确实是一本律法书 但绝不仅仅是律法 在大洪水来临之前 唯有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在赐下律法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在我眼前蒙了恩 怎么会这样呢 神一直都是他自己 恩典是他的一种属性 太阳不能隐藏其光芒 神也不会隐藏其恩典 人可以逃离阳光 躲到暗处或洞穴 但不能熄灭太阳 同样的 人也许会想方设法 蔑视神的恩典 但不能使他止息 如果旧约时代 是严峻冷酷的律法时代 那么早期世界的整个面貌 就不会像古代著作中 记载的那样有趣 反倒是枯燥乏味的 如若这样 就不会有成为神朋友的亚伯拉罕 不会有追随神心意的大魏 也不会有撒摩尔 以赛亚和弹以利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记录的 旧约时代的伟大精神代表 也将无人知晓 神的恩典成就了旧约时代的圣徒们 正如他的恩典成就今天的圣徒一样 从亚伯至今 除却神的恩典 没有任何可以拯救世人的 自从人类被从伊甸园逐出 如若不是靠着神的纯权良善 没有人能回到他的恩惠面前 总是借着耶稣基督 恩典临到人身上 但恩典的降临绝不是等到 耶稣出生在马槽里 或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才有 在世界创立以先 基督就已是被杀的羔羊 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和神恢复关系的人 是通过在基督里的信 在旧约时代 人们盼望基督施行拯救 在我们的世代里 人们回望过去 他们可以来到神面前 常常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我们也必须紧记神的恩典 是无限的 永恒的 无起点 无终点 作为神的属性 他无限 无边无际 理解这个神学 真理比较费力 更好更简单的办法 就是将神的恩典 与我们的需要做比较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我们罪的数量和程度 也没必要知道 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罪显多 是我们能做的最糟糕 也是最多的事 显多 说明我们能力的有限性 尽管我们感觉到 我们的过犯 如高山一样压过我们 然而这山有边界 它再高再大 总有个重量 如此而已 但是谁来称良神 无限的恩典呢 更显多 将我们的思想带入无限 使其叹为观止 因此所有的感谢赞美 都归给有丰盛恩典的神 疏远神的我们 现在可以鼓起勇气 抬起头来 仰望神 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救赎 我们不再与神为敌 我们或许像浪子一样回转 结果必受他欢迎 当我们越来越靠近伊甸园 人类堕落之前的家 神撤去他的怒 生命之术的守护者 站在旁边 看着恩典之子慢慢走近 十九世纪英国的牧师 威廉·科里尔写道 回转吧 流浪者 现在回转吧 寻求你天赋的面 你胸中燃烧的新的热望 使他的恩典点燃 回转吧 流浪者 现在回转吧 擦去洒落的泪水 不要再哀怨 你的父在召唤 按邀请你走进他身旁 第二十章 上帝的爱 我们在天上的父 作为你的孩子 我们的思想 却常常被搅扰 我们感到自己里面 有坚定的信心 同时又听到 良心的指责 你是如此圣洁又公义 我们确信在我们里面 没有什么能吸引你 在耶稣基督里 你宣告对我们 永不改变的爱 在我们里面 没有什么可以赢得你的爱 在宇宙中 却没什么能阻挡你爱我们 你的爱是自因的 是我们不配得的 你对我们的爱 是出于你自己 帮助我们相信吧 那找到我们的 永恒的爱 如此之浓烈 这爱会 驱走我们的恐惧 我们忧愁的心 将会有平安 父啊 帮助我们 不去相信我们自己 而是坚信你所宣称的 阿门 受圣灵感动的使徒约翰写道 神就是爱 就神的本质来说 有人将此当作是对神的定义 这时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约翰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而非给出一个定义 将爱与神等同是个大错误 并已经产生出 诸多不健全的宗教哲学 带来了大量空想的诗歌 他们完全不符合圣经所教导的 由此构成了基督教历史的另一分支 如果约翰认为爱是神 那我们不得不推断神是爱 若字面上理解神是爱 那么实际上爱就是神了 因此我们必须把爱 当成独一神去敬拜了 如果爱等于神 神也只等于爱 那么神与爱将完全相同 如此一来 我们就破坏了神性这个概念 彻底否认了神的属性 除了一个外 不幸的是 我们用神代替了这个属性 结果我们认为的神 既不是以色列的神 也不是我们的主耶稣的天父 既不是先知和使徒的神 也不是改革者和训道者的神 既不是神学家的神 也不是圣诗作者的神 为了灵魂的福祉 我们必须学着理解圣经 我们务必要逃离文字的束缚 忠于并遵守意思本身 文字表达的应该是意思 而非它的起源 我们说神是爱 神是光 基督是真理 我们要表达的 就如当我们说这个人 是慈爱一样 我们不是陈述这人 与慈爱等同 没人会这么理解我们的话 神是爱要表达的是 爱是神的基本属性之一 爱是神真实的某种东西 但并非神本身 爱表达了一体的神的属性 像圣洁 公义 信实和真理这些词的用法一样 神是亘古不变的 他所行的从不改变 因为他是一体的神 他绝不会为了要操练这个属性 而把其他的属性闲置 我们也可以从神的其他属性中了解他的爱 比如 神是自存的 所以他的爱没有起点 他是永恒的 所以他的爱没有终点 他是无限的 所以他的爱无边 他是圣洁的 所以他的爱纯洁的一尘不染 他无可称量 所以他的爱如一望无际的 深不可测的大海 无法测透 在神的爱面前 我们在狂喜的静默中 屈膝敬拜 最优美高亢的演说家 也必捉襟见肘 不知所措 若我们认识神 为了别人的好处 则要告诉他们 我们所知道的 由此 我们必会提到他的爱 众姊妹弟兄都尝试过 但没有做得特别好的 我对充满敬畏和精益的 至高者的理解 不会比小孩子对星星的认识更准确 但尽管如此 因为想要靠近 孩子会格外注意星星 甚至指出一个 我们必须要看的方向 因此 当我的心努力朝向神的光芒四射的爱时 不曾晓得的人或被鼓舞 去观望神的爱 怀有希望 我们不知道 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 爱是什么 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他如何显明自身 这就够了 首先我们看到 爱显明良好的意愿 爱希望一切好的 没有任何伤害和恶意 这就解释了使徒约翰说过的 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出去 惧怕是一种痛苦的情感 担心会受伤或遭受折磨 当某人不想我们的好时 我们又受制于他 恐惧会持续 当我们处于一个善意之人的保护时 恐惧便消失了 一个迷失在拥挤商店的小孩 会感到无比恐惧 是因为他把周围的陌生人 当成了敌人 当他在妈妈怀中时 所有的恐惧便退去了 因为知道妈妈的好意 爱驱走了他的恐惧 敌人充斥着这个世界 只要我们有可能遭遇他们的伤害 恐惧就不可避免 征服恐惧 又不除去原因的努力 是无用的 仅仅说不要惧怕是不够的 只要我们受制于几率 希望均衡 相信我们可以胜过敌人 我们就有理由害怕 且被他折磨着 明白爱是属神的 爱会进入秘密之地 并给我们耶稣 坚实的臂膀做依靠 这样 只有这样才能驱走恐惧 请相信 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我们 瞬间所有的恐惧感 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时我们仍能感受 因身体疼痛而带来的神经上 也是自然的增悟感 但惧怕带来的深深的折磨 已不在了 神是爱 又是全能的 他的爱是 他关切我们永恒的福祉 他的全能确保他 可以做到这点 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一个好人 十七世纪新教运动的 领袖马丁路德说 身体可以消灭 但神的真理长存 他的国度永远长存 神的爱告诉我们 他是友好的 他的话 使我们相信 他是我们的朋友 也想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 凡带一丝谦卑的人 一开始都不会觉得自己是神的朋友 但这样的想法并非始于人 亚伯拉罕不会说 我是神的朋友 而是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 耶稣的门徒也可能同样犹豫称作他的朋友 但是基督告诉他们 你们是我的朋友 谦逊也许会反对这种轻率的想法 但是大胆的信心敢于相信圣经 并公开称与神的友谊 我们相信神所说的自己 鼓起勇气 大胆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要比带着羞怯躲藏在园中树下 更能荣耀神 爱也是一种情感的认可 他不计自己 完全不求回报地 将一切给予所钟情的对象 这在我们的世界男女之爱里很常见 一个瘦弱疲惫的年轻妈妈 喂养着她怀中胖嘟嘟的健康宝宝 毫无抱怨 妈妈看着她的小孩 眼睛里闪烁着幸福和骄傲 自我牺牲是爱的共性 基督说她自己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如此奇怪又美妙 自由的神境允许她的心与人之间 有情感上的联系 她如此自足 却想要我们的爱 直到得到后才会满足 她如此自由 竟让她的心与我们永远相系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差她的儿子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计 这就是爱了 朱利安如此说 我们的灵魂是如此的 被至高者爱着 那样的至爱超越了 所有受造物的理解 也就是说 凡被造的 没有谁能明白 我们的造物主 是多么深沉 多么甜蜜 多么温柔的 爱着我们 因此 我们靠着她的恩典和帮助 带着永恒的旌旗 凝望这位至上的 超越一切的 无法测透的全能神 他对我们有完全的良善 爱的另一特点 是喜悦他的对象 神喜爱他的造物 约翰坦言 神造万物的目的 就是他自己的喜乐 他喜爱他造的一切 我们不能错过神 提及他的工作时 喜悦的情感 受圣灵启发 而写的诗篇 《一百零四》 是一首极富情感的自然诗 整首诗充满了神的喜乐 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 愿耶和华喜悦 自己所造的 耶和华特别喜悦他的信徒 许多人认为神是遥远的 对所有事情都是悲观 强烈不满的 且以固有的冷漠 俯视着很久之前 他就失去兴趣的世界 这是错误的理解神 神确实恨恶罪 也绝不会喜悦邪恶 但是当人寻求他旨意时 他将以真挚的情感 做出回应 基督的救赎 已经移走了神人之间的拦阻 现在 音乐是喜乐的一种表达 也是喜乐的源泉之一 而最纯粹最贴近 神的喜乐 乃是爱 阴间里没有喜乐 因为那里没有爱 天堂里充满音乐 因为那里充满着圣洁的爱 因世上有罪 仇恨和邪念 所以那里有爱也有痛苦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 爱有时必须忍受苦痛 就像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一样 但是 我们有神的应许 那就是所有引起悲伤的原因 都将不复存在 新的一代 涌响一个有完全之爱的无私世界 爱在本质上不会保持沉寂 它是积极的 有创造力的 和善良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因此 爱在哪里 爱必给出自己 不管代价有多高 使徒们批评年轻的教会 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 已经忘记这点 并且当自己的弟兄有需要时 仍允许个人的享受存在 因此 为耶稣所爱的约翰写道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弟兄穷乏 却塞住连续的心 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神的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实之一 是这世界希望的顶梁支柱 但这却又是比较个人的一件事 他爱的不是大众 而是具体的每个人 他大能的爱 爱着我们 没有起点 也没有终点 在基督徒的经历中 这种高度满足的爱 区别于其他的宗教 将基督教高高举起 甚至是最纯粹最高贵的哲学 都难忘其项背 这爱的内容不只是一件事情 而是神本身 他在教会中唱给他的子民 基督徒真正的喜乐 是在内心和谐的回应主爱之歌 特斯提根写道 主啊 你隐藏的爱多么高深 无人能晓 我从远处看见你极美的光 我的心急痛 也得不到休息 直到在你里面找到安息 第二十一章 上帝的圣洁 至高之处的耶和华 荣耀都归给你 以你的大荣耀 我们赞美你 我们敬拜你 主啊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是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哦 主啊 我只好用手无口 我说了一次 再不回答 说了两次 就不再说 当我默想的时候 火就烧起 我便用舌头说话 主啊 我要诉说你 唯恐我的沉默冒犯你的重子 看哪 你拣选了世上渔浊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主啊 求你不要离弃我 等我将你的能力只是下代 将你的大能 只是后世的人 请在你的教会中 兴起那些赞美你 荣耀你的先知和先见 并借着全能的圣灵 来重建你子民对治圣者的认识 阿门 因为和神的意志决裂 我们容忍道德上的堕落 这给每个人留下永久的创伤 影响到我们本性的每个角落 这疾病不仅在我们里面 也在我们的环境里 当以赛亚看到天堂那重大的异象 圣洁的神时 他心里发颤 像得了中风一样 猛然觉察到自己的堕落 于是满是痛苦的哭诉 祸哉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 这表达出人伪装好自己 突然发现圣洁的神洞 查到内里的惊慌之感 且只能是剧烈的情感上的经历 只要我们舒适的生活 没受到威胁 还在可控范围内 我们就不太可能 被周围环境变化所搅扰 直到我们以神的眼光看待自己 我们已经习得不圣洁的生活方式 且认为是自然的 预料中的事 如果老师那里没有全部的真理 政治家不信时 伤人身上缺乏完全的诚实 朋友身上找不到完全的信赖 我们不会因此而失望 我们会继续生活下去 制定出一些必要的法律 来保护我们不受同胞的伤害 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不论作者还是读者 都没有办法领会神的圣洁 是真的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通道 穿越我们心灵的荒漠 让甘甜的真理之泉涌入 以治愈我们的大疾病 通过思考某个非常纯洁的人或是 然后将圣洁的概念提高到 我们能想象到的最高程度 并不能让我们领会神圣洁的真实含义 将最好趋向于无限 并非就是神的圣洁 对此我们实在是无知 神的圣洁是远离我们的独特的 不可靠近 无法理解和无可企及的 是自然人所不能见的 人也许会畏惧神的能力 敬仰他的智慧 但是他的圣洁是人连想都想不到的 只有神的灵可以把有关至圣者的 知识传授给人 就像电流经导体一样 圣灵借着真理这个管道流通 在圣灵点亮人心之前 相应地人的头脑里 必须蓄有一些真理 真理敲门 信会苏醒 且信只响应真理的声音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神学知识是圣灵流入人心的媒介 但首先必须有一颗谦卑懊悔的心 才能产生出信 圣灵就是真理的灵 头脑里存有知识 不必要求心里一定要有圣灵 但圣灵和真理是绝不会分开的 奥托关于至圣者的研究是非常敏锐的 他提出了充分的理由 认为一些东西会出现在人的头脑里 他把这些东西叫做完全不同于此世界的存在 指的是一种不清晰的 无法理解的某个东西 令人站立却无比吸引人的神秘 笼罩着宇宙 是令人敬畏的他 头脑无法理解 只能靠心灵感受得到 这种感觉是一种信仰直觉 可以感受内部知名的 未被发现的存在 这存在充满整个宇宙 有时候 人遭遇这超自然超理性的存在会不知所措 并垂下高傲的头 在这神秘面前 人只能站立和沉默 这种非理性的恐惧 及对自存神秘的感知 是所有宗教的支撑 圣经里纯全的信仰 不比原始部落最基本的梵灵论少 只因这基本的直觉 本来就存在于人性之中 当然 以赛亚和保罗的宗教 与泛灵论的区别在于 一个有真理 另一个没有 后者只有超自然的直觉 感觉尾随着一位未知的神 而前者借着他们的神 在圣经中的自我启示 找到了这位真正的神 对神秘 甚至是对大奥秘的感知 是人性中最基本的 也是宗教信仰中必不可少的 但这并不够 因为人也许会低语 那是可怕之物 但他们并不呼求我的圣者 在圣经中 神显明自己 并赋予这种启示 以人格和道德内容 这令人敬畏的存在 不是一个事物 而是一个道德存在 有着真实的性格 和温暖人心的道德品质 不仅如此 它是绝对的道德美善 在公义 纯洁 正直 和圣洁上 都无限完美 总而总之 它非被造 是自存的 自足的 人类思维无法想象 语言 无法表达得出 借着圣经理神的自我启示 和圣灵的鼓舞 基督徒赢得了一切 且分毫无损 在对神的认识中 增加了性格和道德品质的 双重概念 并且 在充满世界的 全在神的面前 依然保守着 起初对神的赞叹和敬畏 今天 他可能在心里欢呼 阿爸父啊 我主我的神 明天 也可能会颤颤巍巍 欣然跪下 去仰慕尊崇至高至上 永远长存的神 神是圣洁的 他不需要符合哪种标准 成为圣洁 他就是标准 他的圣洁是绝对 无限 全然的 其纯洁性不可思议 无与伦比 因他是圣洁的 他的属性也是圣洁的 也就是说 无论我们所思所想的是什么 属神的就一定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他要求这个世界的道德健康 也必须是圣洁的 罪的暂时存在只能强调这点 凡圣洁的都是健康的 邪恶是道德疾病 其结局必是死亡 语言本身的形成过程 也说明了这点 英语里圣洁这个词 起源于暗格鲁撒克训语 意思是好和完全 因神首先在乎的是 他所造世界的道德健康 即圣洁 因此与此冲突的 必是他不喜悦的 为了保存他的所造 一切破坏造物的 神都将摧毁之 当他兴起 挫败一切邪恶 把世人从不可挽回的 道德堕落中拯救出来时 据说他是愤怒的 历史上 任何神发怒的审判 都是保存人类的圣洁的行为 神的圣洁 神的愤怒 与受造物的健康 是密不可分的 神的发怒 表达了他 不能容忍任何堕落与败坏 他恨恶邪恶 就像母亲憎恶 夺走他孩子生命的 小儿麻痹症一样 神绝对的圣洁 无程度而言 他不能将此赐予他的造物 但是 有一个相对的圣洁 他与众天使 以及地上被赎之人 一同分享 神的这份圣洁 是可以给予数他的孩子 借着羔羊的血 神将其呈现在他的孩子面前 也因此要求他的孩子圣洁 对起初的以色列 和随后他的教诲 神说 你们要圣洁 因我是圣洁的 他没有说 要和我一样的圣洁 因为那是以绝对的圣洁来要求我们 绝对的圣洁直属神 在神的圣洁之火面前 天使也要用面纱遮脸 是啊 在他看来 天上是不洁净的 星星也是不纯的 没有哪个诚实的人敢说 我是圣洁的 但他们不会忽视被启示作者的庄严宣告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陷入这种两难的境地 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必要像摩西那样 带着信心和谦卑 偷偷撇一眼神 因为没有人见他 还能活着 发自最深处 最温柔的敬畏 颤威中 心怀希望 任忏悔之泪流淌 我敬拜你 第二十二章 上帝的主权 哦 万君之耶和华 至高至威严的主 谁能不敬畏你呢 因为唯独你 是耶和华 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 天上的万象 地和地上的万物 凡活物的生命 都在你手中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 你是全地的大君王 你批带能力 以力量为一 荣耀和威严 都在你面前 阿门 神至高的权柄 是他的又一个属性 即他同管 所有受造之物 拥有至高权柄的神 就必须是全知 全能 和全然自主的 原因如下 只要神不知道 哪怕一个微小的知识 无论多小 他的权柄 将因此而瓦解 作为万有之上的主 他必须拥有 完全的知识 若他缺乏 哪怕极其微小的能力 都会导致 他不再为王 他的王国 也将分崩离析 那一丁点能力 将属于别人 神由此 成为一个有限的王 不再是至高的 进一步而言 神至高的权柄 要求他全然自主 简单来说就是 他有自由去做一切 他决定要做的事 不论何时何地 在每个细节上 不受干预地 执行他永恒的目的 若他不全然自主 他就不再是至高的 理解神的全然自主 及不受限制的自由 需要经历充沛的头脑 我们习惯于理解 不完全的自由 无法理解神的全然自主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自由 也塑造了 我们理解自由的观念 世上凡物必依赖于他物 依赖本身就限定了其自由 十九世纪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 在他的长诗 序曲的开始 庆祝他从长期幽静的城市里 逃离出来 开始像小鸟 随意栖息般的自由生活 但是小鸟的自由 不是真正的自由 自然主义者知道 自由的小鸟实质上 一生都生活在笼子里 靠本能应对恐惧和饥饿 受天气情况 气压变化 食物供应 以及他的天敌限制 最为奇怪的限制是 他不能抗拒地选择 待在一个对他友好的鸟类小天地里 最自由的鸟 连同其他的受造物 都因诸多的必须而不自由 只有神是自由的 神全然自由 因为无人无物 可以干扰他 强迫或阻止他 他总能做他所喜悦的 无时间 地点限制 此般的自由 也意味着他必须拥有 全部的权利 我们从圣经 以及神其他的属性知道 他确实有着 无限制的权利 但他的权利是什么呢 实际上 讨论全能神的权利 看起来似乎没有意义 拷问也是荒谬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难道万君之耶和华 需要恳请任何较高级的人 或是吗 神需要谁的准许呢 谁能比那至高的还高 谁还能比那全能者更有力量 谁还能在那永恒者的前面 神会在谁的王位前屈膝呢 神需要恳请的更大的那一位在哪呢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 以色列的救赎主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 再没有真神 神志高的权柄 已经在圣经中建立得很完备 真理的逻辑也正是如此 但无可否认 也引起了一些问题 迄今为止还没有满意的答案 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 受造物中 有些神所不喜悦的 比如说 邪恶 苦痛 和死亡 如果神是有权柄的 他就不会让他们存在 他为什么不这么做 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所 罗亚斯德教 在中国称为仙教 是除圣经宗教以外的最高的宗教 他比较干净 漂亮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用的是神学二元论来解释 在此 教义里有两位神 善神马兹达和恶神阿里曼 他们共同创造了这个世界 其中 善神做了所有的好事 其余的都是恶神所为 这相当的简单明了 显而易见 马兹达不用担心他的权柄 也不介意和其他人分享他的特权 对基督徒来说 这个解释行不通 因为他与整本圣经所强调的真理相悖 圣经里 有且只有一位神 他独自创造了天和地 并其中一切所存的 神的属性 排除了另一位神存在的可能性 基督徒承认自己 没有一个终极答案来解 允许邪恶存在之谜 但他知道答案一定不是什么 且他知道 索罗亚斯德教也没有答案 虽然我们不清楚 对于原罪完整的解释 但我们确实知道一些事 在神至高的智慧里 他谨慎地允许邪恶 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且邪恶的活动是暂时的 在范围上是受限制的 神这么做 凭的是他无限的智慧和美善 除此以外 没有人知道更多 也无需知道 神的名足够保证了 他作为的完美性 神至高权柄引起的另一个问题 与人的意志有关 倘若神以他至高的法令 同管万有 人怎能行使其自由意志呢 倘若人不能自由地选择 他又如何对他的行为负责 若人的行为 都由神在幕后秘密地操纵 只为取悦他 那人不就是个傀儡吗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已经将基督教划分成两个阵营 分别以两位著名神学家命名 雅各布斯阿民 缅和约翰加尔文 大多数的基督徒 要么进入这个阵营 要么那个阵营 或者否定神的权柄 或者否定人的自由意志 调和两派 但又不伤害任何一方 似乎是可能的 尽管事实证明 两派的信徒对这种努力 都不会太满意 我是这么认为的 神凭着权柄赐下 人有自由做出道德选择的权利 而起初人通过在善恶之间 做出的决定 就应验了神的次令 当人选择作恶 并没有因此违背神至高的意志 反而是应验了他 因为神永恒的法令 不是决定人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而是他应该自由地去做选择 在神全然的自由里 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 如果他已经愿意给人有限的自由 那么谁还能拦住他手 或问他说 你做什么呢 正因为神是有权柄的 所以人才会有自由意志 一个没有权柄的神 不能授予他的造物道德上的自由 他也害怕这么做 也许一个普通的例子 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 这算是一个有关于权威的例子 尽管不那么清晰 有一个远洋班轮 从纽约出发到利物浦 其目的地是由当地有关部门决定的 这没有什么可以改变 船上有许许多多的乘客 他们的手脚自由 他们的活动没有被预先安排好 他们是自由的 完全可以决定想去哪里 吃饭 睡觉 游玩 在家板上消磨时间 或读书 或闲聊 全看自己的喜好而行 但与此同时 这艘巨轮一直在着他们 平稳地驶向预先确定的港口 自由与权威都呈现在这个例子里 他们之间并不矛盾 同样的 我相信 人的自由和神的权柄 也不互相冲突 神全能地设计这个巨轮 掌握着人类历史的航行方向 它带领着那些未被打扰的 和不受阻碍的实现 那永恒的目的 就是那在世界创立 已先就在耶稣基督里确立下来的目的 我们并不知道全部 但已经显明的目的足以提供给我们一个广阔的未来图景 给我们以美好的希望和坚实的信心去相信未来的福祉 我们知道神会实现 他对先知所做的每个应许 我们知道 罪人中有一天会从地上被清除 我们知道 被熟的可以享受神的喜乐 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我们知道 全地都要欢呼神的完美 称 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现在不完美的秩序要归为无有 心天心地将永远建立 神以无穷的智慧和完美无瑕地 作为朝此方向努力 没人能说服他不去这么做 也没有什么可以搁置他的计划 由于他是全知的 没有他不能预见的近况 没有偶然 由于他是至高的 没有别的命令 要他执行 这里没有侥幸 没有赌博 我们有自由选择站在哪边 但一旦选择后 我们便没自由去协商 这选择带来的结果 因着神的怜悯 我们可能会在错误决定 面前忏悔 然后重新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改变其结果 除此之外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道德选择的中心 是耶稣基督 基督明明白白地说过 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敌我的 还有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福音传达了三个不同的内容 宣告 命令 和呼召 他宣告了 因怜悯带来的 关于救赎的好消息 他命令地上所有人悔改 呼召所有人 借着信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救赎主 降服在恩典之下 我们必须做出选择 或顺服福音 或不信离开 并拒绝他的权威 选择是我们自己的 但是选择的结果是至高权柄的神旨一礼命定的 这是没有上诉的余地 下面是摘自十六世纪英国托马斯史登后的诗篇十八篇的示意 耶和华亲自从天降临 他又使天下垂 有黑云在他脚下 他坐着基路伯与撒拉夫飞行 无比庄严 他借着风的翅膀飞越全地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平静地坐着为王 肆虐的洪水止息了 至高全能神 他坐王直到永远 第23章 公开的秘密 当我们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当下 最重要的需求很可能是教会应该被从巴比伦之球中拯救出来 如同旧时一样 荣耀神的名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教会是无名的机构 抽象意义上的神秘的宗教团体 我们基督徒就是教会 且我们所做的代表了教会 因此 这关乎我们每个人 教会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从个体开始 要重新拥有离开的神的荣耀 我们这些平凡的基督徒能做些什么呢 有什么可以学的秘诀吗 有没有一套公式 既适用于当下形式 又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使个人复兴起来 答案是肯定的 但答案也许容易让有些人失望 因为它并不深远 我所带来的不是业内机密 一点也不神秘 无需费力破译编码 我求助的不是潜意识里隐藏的规则 不是为少数人准备的魔法知识 秘诀是公开的路人皆懂 它是简单的就道理 但却是尝心的忠告 那就是你要亲近你的神 若要重拾失去的力量 教会必须明白天国是敞开的 对神的认识要有一个质的改变 我们眼中的神绝不能是这样的 一个功利主义的神 很受欢迎 之所以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 是因为他能给人带来各式各样的成功 也因此受到那些想要他帮助之人的吹捧 我们必须学会认识神是天上之大者 全能的父神 天地的创造者 唯一全智的耶和华 我们的救主 是那位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铺张穷仓如慢子 展开诸天如可住帐篷的神 是那位大能 创造万象 并按数目领出 以一称其名的神 是那位看人的作为 都是虚空 不依靠 也不问寻君王谋略的耶和华 单靠学习不可能获得 关于至圣者的知识 人的智慧不能及 也无法知道 因为这是在灵里面领悟的 认识神是世上最简单又最困难的事 说简单 是因为这知识 不是靠脑力的心情耕耘所得 而是蜀天来的白白的赏赐 像阳光普照大地一样 圣神的知识是给一切敞开心扉之人的恩赐 认识神又是困难的 因为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顽固的堕落之人不会善意地接受 圣经教导了这些条件 数个世纪以来 信徒们也不断重复着他们 让我来简短概括一下 首先 我们必须离弃罪 恶人不能知道圣神 对基督教信仰来说并不新鲜 西伯来人的智慧代表 所罗门智训 早于基督教许多 其中有这样的话 爱正义吧 你们这些世上的君王 以诚恳之心想念主 以善良之意寻求主 不去试探主的人 才能发现主 主将向其忠信者显现 邪恶的念头会使人与上帝分离 如果我们愚蠢地进去试探上帝 那么他的大能将使我们受辱蒙羞 智慧永远不入任何诡诈者或罪奴之家 因为每个圣洁之人都懂得回避诡诈之徒 邪念刚一蒙发 他就坐立不安 不亦刚一冒头 他就顿觉内疚 同样的思想在不同的场合贯穿于圣经 最有名的莫过于基督所说的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其次 在信仰里对基督必须有彻底的 一生的尾身 这就是信基督的意思 包括对耶稣的意志层面 和情感层面的依赖 并在一切事上坚实地顺服他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遵守他的诫命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爱神也爱人 第三 我们必须认定自己已在罪上死 并在耶稣基督里向神火 向神完全敞开 将自己交给圣灵的手中 我们必须操练顺应圣灵而行所需的节制 并将肉体的情欲都踩在脚下 第四 我们必须敢于拒绝这个堕落世界的廉价的价值观 在精神上 与所有不信之人心理定义之事完全分离 容许我们享受单纯的自然乐趣 那是神赐予义人和不义之人的 第五 我们必须长久操练对威严神的默想 并喜爱如此做 这需要花费一些精力 因为对人类来说 神威严的概念早已销声匿迹了 现在人所敬拜的是他自己 在理解生命意义上 人道主义以各种形式取代了神学 十九世纪的诗人斯文伯恩写道 荣耀归给在智高处的人 因为人是万物的主宰 他重新找了一个神来赞美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改变这种颂扬人为神的观念 并耐心地以意志坚守下去 当我们的心关注其事时 通过不断地亲近这位个人的神 我们会逐渐认识他更多 当圣经中描述的 无处不在的神的荣耀照亮 我们内里的生活时 改变我们之前对神的认识是必要的 我们可能需要默默的且优雅的 与圣行在福音教会中的了无生气 没守圣经原文的做法脱离关系 也要反对在我们中间那种轻浮对待经文的做法 这样一来 我们也许会失去朋友 得到假装虔诚的名声 但像这样的情况 允许不健康的做法影响自己的人 是断不能进入神的国的 第六 随着认识神 一切变得如此奇妙 要求我们更多地服侍姊妹弟兄 这赐予我们祝福的知识 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 我们越完全地认识神 就越渴望将心之转变为怜悯受苦受难的人类的行动 赐一切给我们的神 会借着我们慢慢认识祂 一直加给我们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考虑了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就像一个人一只手里有香膏 香味就是遮挡不住的 任何我们对神更坚固的认识 都将很快地影响到周围的基督徒 我们必须有目标地寻求 与主爱之家里的其他成员 分享我们的心得 我们所能尽的最大努力 就是通过在我们一切的公共服侍中 完全地聚焦 并肩守神的威严 不仅仅我们私下的祷告完全与神一起 我们的见证 歌声 讲道 和写作都应以我们最最圣洁的主为中心 不住地赞美祂的尊贵和大能 荣耀的人子坐在父的右手边 忠实地代表我们 我们在世人中活一段时间 就让我们在这里忠实地代表祂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